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说是群岛 但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主岛瓦雷利亚上 而且这片群岛的面积其实也并不小 南北的气候也有较大的差异 足以承载比较复杂的历史纷争 瓦雷利亚群岛本是一片复数繁荣的岛屿 互产风营 也是大陆国家海上贸易的一个交通枢纽 由于地形的原因 主岛上分割成了数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 并且在长久的历史中争夺岛上的霸权 最终一名叫做多尔加鲁亚奥维利斯的领主 统一了全境 为无休止的战争画上了句号 多尔加鲁亚获得瓦雷利亚国王的头衔 人们习惯称之为霸王多尔加鲁亚 这次统一战争持续了15年 过程十分的复杂和精彩 其单独拿出来也可成为一章 不过咱们还是主要看游戏本身发生时的情况 瓦雷利亚的人民臣服于霸王铁腕高效的统治之下 经历了大约50年的繁荣和平年代 期间国王实行民族融合政策 鼓励各族的通婚生子 并且将宗教信仰统一成了非拉哈教 期望以此逐渐消弭各族之间的矛盾 并形成统一的瓦雷利亚民族 但许多时候 一个看似稳固的国家 起崩塌就在一瞬之间 国王与王后贝尔纳塔·艾特纳哈所生的王子 在宫廷园林的空中花园中玩耍时 不小心摔死了 而国王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子嗣 王后悲痛欲绝 没过多久也病死了 多尔加鲁亚王心灰意冷 他的晚年在酗酒之中度过 终于在某一天的清晨 醉酒的国王再也没有出现 国王直到死前都没有指定继承人 这也是封建统治体系之下最大的隐患 回过头来 我们看这个岛上如今的局势 事实上 五十年的稳定统治 对于真正的民族融合还远远不够 岛上主体三民族之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 首先 在当年统一战争中获胜的 是一个叫做巴库拉姆的民族 也就是原来主岛的 北方巴尼西亚国的主体民族 此去的国王以及王后 也都属于巴库拉姆族 可以大概想象成是当年的秦国人 或者是普鲁士人的感觉 这个民族在岛上的人口占比 大约为百分之二十 但由于他们是统一战争的胜利者 因而实际的财富和地位的分配 往往较为偏向他们 尽管国王已经尽力在 王室成员和大臣之中 安插其他民族的成员 但是巴库拉姆人 依然在高层中占绝大多数 国王死后 在宫廷中根基极深的大臣 司教布兰塔 开始阴谋策划 篡夺王权 他找到了王后贝尔纳塔的一位近亲 艾特纳哈家族的长子 作为傀儡继承人 以新王和巴库拉姆族独立等议题为中心 在贵族之间进行游说 并迅速得到了大量的上流阶层的支持 为了给自己的行动 加上一层双层保险 他秘密联系了北方大陆的 罗迪斯教国寻求军事庇护 在获得了贵族 以及外国势力的支持之后 他迅速宣布 海姆地区 也就是原巴尼西亚王国所在的地区 菲达克地区 以及艾克西塔岛组成的巴库拉姆国家 是继承了多尔加鲁亚王遗产的正统 而他则自封为摄政王 代理艾特纳哈家族管理国家事务 后来啊 这位摄政王 他想要复刻当年霸王 多尔加鲁亚的军事行动 准备率领部队南下 统一全岛 由于国家成平日久 军备不足 这一计划 必须得到罗迪斯教国的支持 才有可能实现 但出乎意料的是 罗迪斯派来进行军事干预的 这个暗黑骑士团的团长 那位名为蓝斯洛特 塔尔塔洛斯的独眼骑士 却一直都按兵不动 这是旁观摄政王布兰塔的行为 巴库拉姆于是 也只能暂时守在 菲达克的要冲之后 等待局势变化 刺激而动 巴库拉姆人这只 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往南看 在菲达克城之后 广阔的南方 居住着 瓦雷利亚群岛 约七成的加尔加斯坦民族 以及占总人口 一成左右的 瓦尔斯塔民族 国王死后 一位名为雷文达 巴尔巴托斯的书记青 作为加尔加斯坦的 右翼代表 鼓吹民族进化的政策 采取了对瓦尔斯塔的 强硬政策 因而 他逐渐得到了许多 寂静的 加尔加斯坦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为了寻求南部的霸权 书记青对南部地区 展开了一个 叫民族进化的行动 甚至在许多地方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同时 这名肖雄 也反对北方的 巴库拉姆人 寻求外国庇护 和独立建国的行为 准备 在肃清瓦尔斯塔民族之后 攻克菲达克城 并北上拿下王多海姆 实现瓦雷利亚的统一 然而 消灭瓦尔斯塔族 可没那么容易 这个民族 人数虽少 但是有许多骁勇善战的勇士 在加尔加斯塔民族主义的 恐怖威胁之下 他们反而团结抗敌 以尤达隆威公爵为首 组织起了一股 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然而 当战线和时间 开始拉长之后 瓦尔斯塔人数少的劣势 还是显现了出来 军队逐渐地划布敌众 在东南异域 勉强支持半年之后 成建制的抵抗 再也不复存在 最终 龙威公爵 被加尔加斯坦俘虏 得到了东南胜利后 巴尔巴托斯书记卿 疲于应对和镇压游击队 民族政策 也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干涉 权衡利弊以后 他决定 在境内建立数个 瓦尔斯塔的自治区 进行集中管理 虽说解决了上述问题 但民族隔离 也为后来的革命火种 埋下了伏笔 瓦雷利亚群岛的战局 逐渐的明朗了起来 从土耳加鲁亚王去世 开始计算 不过一年左右 曾经繁荣统一的国家 分崩离析 把尔巴托斯书记卿为首 人数众多的 加尔加斯坦王国 与有着外国势力庇护 以布兰塔为摄政王的 巴库拉姆王国 此刻正处在 微妙的平衡中 以菲达克为前线 南北两方互相对峙 军力较少的巴库拉姆 虽处首饰 但罗蒂斯派来的 暗黑骑士团 成为了决定战局的关键 与此同时 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 瓦尔斯塔的自治区中的 民族解放运动 开始暗流涌动 《皇家骑士团2》的故事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 本视频的文本量 总量将近6万字 我认为是对整个海姆战役 相对全面的讲述和解读 如果想要对版作有更深的理解 认真的游玩游戏和阅读文本 依然是博而选择 游戏开场会有起名的环节 主角的设定名叫做德尼姆 这里我录制流程时改了名字 之后的游戏画面会显示Lunamus 但是我讲解时 仍然会用德尼姆来称呼 最后是一系列的塔罗牌选择题 也就是从一代开始就有的系列传统 这部分会决定主角的初始属性加成 相当于是一个隐性的 加属性点的阶段 这之后故事就正式开始了 一位名为维斯的蓝衣黑发瓦尔斯塔青年 急匆匆地驾马来到一处民房之前 推门进屋来到地下室 而屋内则有一对瓦尔斯塔族的姐弟 主角德尼姆是维斯的好友 年纪轻轻 剑鼠超群 而德尼姆的姐姐名为卡丘亚 是一位美丽且身姿矫健的僧侣 二人看到闯进来的维斯起身迎接 维斯说道 果然不出所料 蓝斯洛特那混蛋卸身了 原来三人正计划伏击一名名为蓝斯洛特的骑士 维斯得到消息说 这名骑士正从村子附近经过 主角德尼姆跟维斯都热血沸腾 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干票大的除掉蓝斯洛特 而姐姐卡丘亚子心事重重 有些不好的预感 但两位青年不听劝阻 姐姐也不得不与二人一同 来到屋外观察动向 一年前的部分暗黑骑士 曾在此杀人放火 与此地居民结下血海深仇 三人静静埋伏在屋外 带到敌人接近 德尼姆绕到巷子的后方 维斯在前面堵截 卡丘亚见机行事 果然如情报中所说 几位骑士模样的人 正从镇子中的街道经过 不过大家如果看过 之前黄旗一的剧情 应该就明白了 这些人可并非 罗迪斯的暗黑骑士 而是来自东方的 新泽诺比亚王国的 原王国骑士团成员 最明显的就是这位艺人 卡诺普斯老兄 主角和维斯卡丘亚三人 可并不知情 依然我心我素地准备袭击 为首的那位身穿斗篷 名为兰斯洛特的神秘人 但维斯刚从正面冲上来 就一下被身经百战的 艺人卡诺普斯看破 刀光借影之间 将维斯的奋力一击 轻松划解 维斯的骑士 用沉稳的声音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三人舰计策被识破 便都从掩体中走出 维斯表示 我方是属于一个 叫瓦尔斯塔解放组织的战士 而这次的行动 便是为当初在战争中 被兰斯洛特率领的 暗黑骑士团 所杀死的亲人们 复仇 面前这位中年骑士大叔 听到此处 便解开了自己的疑惑 他解释说 恐怕这只是一场误会 虽然两人名字中 都有兰斯洛特 但自己并非 暗黑骑士团的人 而是来自 东方泽诺比亚王国的 一名圣骑士 看对方逐渐消除了戒心 骑士继续介绍说 这位艺人名为卡诺普斯 魔法使名为华伦摩恩 而另外两名 则是来自 元圣骑士团的白骑士 米尔丁和基尔达斯 卡丘亚也瞬间地想起来了 传说中那位暗黑骑士 应当是位独眼龙 于面前这位 长着落腮虎 面容刚毅的中年骑士 相貌不符 主角赛人 终于明白是自己弄错了 赶紧向几位被莫名其妙 遭受袭击的骑士 表示了歉意 这里游戏出现了一处选项 这些选项除了极少数 是会影响游戏路线分支的 多数都只会影响 一个叫做民族友好度的属性 民族友好度 是黄旗二的一项重要的数值 大家可以理解为 黄旗一的CF值 不过黄旗二涉及 总计七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 独立的CF值 很多时候 你做出对一个民族 有利的事情时 就会伤害另一个民族的感情 民族好感度 会影响该民族的成员 加入我们的意愿 以及骑士团成员的 一些忠诚度等等属性 同时 它对结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我们到最后再来说 当然了 具体到这个选项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随意选择即可 做介绍后 这五人已经从预想的敌人 变成了来自泽诺比亚的 来自远方的客人 他们在此地人生地不熟 于是主角三人就招待大家 来到屋内商谈 双方一番解释后 泽诺比亚骑士团五人组 终于理解了瓦尔斯海解放军 这个组织的来由 还有他们袭击暗黑骑士团的原因 华伦补充说 目前出现在瓦雷利亚群岛的 暗黑骑士团 有个令人恐惧的名字 罗斯罗里安 这是罗蒂斯教国 撒尔迪安教皇 16个直属骑士团中 最强的骑士团 但是 他们一般并不直接出手 主要是致力于 收集邻国的情报 维斯听到此处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站起来 用并不友善的语气 质问五人 那么 你们来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 泽诺比亚也要像 罗蒂斯一样 用卑鄙的手段 向外扩张 把瓦雷利亚变成泽诺比亚的领土 卡丘亚是以为一次注意分寸 但兰斯洛特倒并没有感到被冒犯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们虽是泽诺比亚人 但已然不是王国骑士团成员了 如今 只是作为有罪之身 被流放至此而已 放心 我们的国王 并没有打你们的主意 卡丘亚打圆场道歉 兰斯洛特只是白白手说 罢了 现在的形势下 对外国的介入十分敏感 也是情理之助 话说 你们今后 有何打算 卡丘亚和主角 德尼姆心有灵犀 说出了心中所想 如果能得到这几位 实力强大的骑士协助 说不定 能趁着加尔加斯坦南方 实力空虚之际 偷袭阿尔摩利卡城 解救 尤达 龙威公爵 这龙威公爵 正是我们在开头介绍的 瓦尔斯塔族人的领袖 此刻战败下狱 听说马上就要被右翼分子处决 而骑士五人组此时 也正要找些活干 给自己挣点生活费 两方利益相同 一拍即合 主角准备组织 仅剩的瓦尔斯塔解放军 前去营救公爵 并邀请骑士们前去驻战 如今大好机会摆在面前 不试一试 必将终身遗憾 卡丘亚是三人中最为悲观的 他觉得即便骑士们加入 也绝非匕首 甚至想到了失败后 大家伸手易出的情形 烛光下 姐姐卡丘亚 泪眼朦胧地埋怨弟弟的决策 他还表示 父亲已经死了 如果再失去弟弟 恐怕他也不愿毒火 就这一幕简单的对话和介绍 十分生动地 交代了三位主角的性格 以及黄旗二整个事件的起因 三人组中 姐姐虽有些优柔寡断 但说服骑士们帮助自己 不也正是他的计策 弟弟德尼姆则性格刚直 关键的选择会提供选项 适合玩家代入 而好友维斯的性格 则比较复杂 除了家仇国恨之外 他的心中还有自己的小算 来自泽诺比亚的五人组 他们声称是被流放致死 此话当真属实吗 泽诺比亚的圣王托里斯坦 又为何要将圣骑士流放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进入世界地图 此处是瓦雷利亚东南部的加尔多基岛 众人所在的镇子 是在内乱中被烧毁的港镇哥利亚 而接下来的目标 是位于主岛东南的阿尔莫利卡城 此称是当年的旧阿尔莫利卡国的主城 龙威公爵的居城 编程队伍后 即可进入触发游戏第一场真正的战斗 由于加尔加斯坦主力并不在此 领主尼巴斯也刚好离开 城门目前由一些贪生怕死的佣兵把守 在骑士团五人组强大战力的帮助下 解决他们勤而易举 在这一关 泽诺比亚的五人会对我们进行非常详细的系统教学 战斗后进入内城 打败这里守城的加尔加斯坦骑士阿加雷斯 即可轻松地光复阿尔莫利卡 并救出关在大牢里的龙威公爵 其实这一切都归功于这来自泽诺比亚的五名神秘人 这五人总体上代表着来自外界的一种十分正面和乐观的力量 他们注入到了这个多少有些黑暗和令人绝望的岛屿上 宛如一阵清风 战后我们见到了龙威公爵 他向主角和骑士团表示了感谢 并再次坚定了瓦尔斯塔未来的命运是光明的信念 各地解放军的部队也都纷纷开始聚集 之前已经熄灭的革命之火 如今再次熊熊燃烧起来 公爵询问泽诺比亚骑士团时 起了疑心 他毕竟是见多识广之人 新泽诺比亚的占星术士和骑士团长 他还是知道的 难道他们是故意乔装打扮 来刺探情报的泽诺比亚军人 但善解人意的卡丘亚事实出来打员场说 刚才营救公爵时 他们也拼死相搏 想来应该没有歹心 公爵想了一下也确实如此 但还是不敢对他们委以重任 既然五人表示只是想要点抽筋 那就派遣他们去训练城内的部队 再给他们一些报酬好了 泽诺比亚和罗迪斯 对于瓦雷利亚人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都是要染指岛内正式的大国而已 罗斯罗里安的企图倒还比较好猜 但泽诺比亚的这几个人 却让人看不透 随后公爵提到了他和德尼姆 以及卡丘亚的父亲普朗西神父 有着一面之缘 卡丘亚也借此劝说公爵 为在戈利亚被杀的人民报仇 公爵随后便收编了三位年轻有为的 瓦尔斯塔解放军战士 作为自己的骑士 而后可以给骑士团起名 末认名是角色诞生的那个月份的名字 这里我起名为Luna骑士团 成立骑士团后 我们便从游击队成为了龙威公爵的直属部队 公爵之前派遣了骑士团长莱奥纳多 去追踪此处的领主实属是尼巴斯 这里也派遣三人前去库里扎罗镇进行支援 出门后也得到了兰斯洛特等人的感谢 毕竟他们拿到酬金 获得长期的雇佣 也是拜我们所赐 同时城内我们还认识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女性骑士 拉维尼斯 但这位骑士对我们倒并不客气 一针见鞋地指出 我们能拿下此城 基本都是以上兰斯洛特等人的高超武艺 而公爵将众人反噬成为英雄 也只是一种稳定民心的做法罢了 并不是主角们自己靠实力争取而来的 德尼姆对这位骑士倒是不讨厌 但姐姐卡丘亚则觉得 这女人过于自以为是一脸嫌弃 带上加入我们骑士团队伍的大众脸士兵 就可以上路了 不要小瞧这些大众脸 由于我们知道游戏升级成长机制的原因 前期加入的一些人物 其实很容易在中期 把各方面的数值培养起来 商店里买些周文书和道具 就可以启程了 菜单中还会追加华轮报告的选项 可以在其中查看游戏的时事新闻以及消息 此刻正是巴库拉姆独立二周年的日子 布兰塔修复了之前 多尔加罗亚王所建成的空中花园 但是二周年游行队伍却遭到了游击队的恐怖袭击 造成了多人死亡 这巴库拉姆内部的游击队 想来在未来也会与我们有所交集 去往库里扎罗镇的路上 会在泰恩茂斯丘陵进行遭遇战 加尔加斯坦的魔术师奥鲁巴在此阻击援军 而泽诺比亚五人组之一的一人卡诺普斯 也在这里正式加入了我们 从此成了卢纳骑士团中一位高机动和高叔叔的成员 这场战斗也会对命运之轮系统 也就是战场会计系统进行教学 获得一行人来到了库里扎罗 此处击风残雨遍布着幽灵失害 这恐怕就是师叔师们搞的鬼了 大家在此处依然没有见到尼巴斯的身影 而只有他的几位手下赋予顽抗 库里扎罗镇会遇到被困在城内的普雷桑斯神父 此战要迅速接近神父将其救下 并想办法利用他的锄灵术扫清不死足的军团 否则每三回合即会复活的尸体 会让哥利亚的骑士们苦不堪言 打败守在此处的师叔师摩尔多巴 即可将神父救出 并于先前来到镇子中的公爵的心腹 骑士莱奥纳多会合 自从他的母亲被加尔加斯塔人杀害后 这位身材魁梧的瓦尔斯塔人 便加入了公爵的部队 发誓为亲人报仇 在库里扎罗镇的战斗 他中了敌人的伏兵身陷重围 幸好有露娜骑士团 从侧翼撕开一条口子 将莱奥纳多救出 这位骑士本来还对所谓瓦尔斯塔的少年英雄 颇有不屑 但战斗后则正是向德尼姆标示了钦佩和感谢 普雷桑斯神父加入了骑士团 成了游戏前期十分重要的驱魔师 他在阿尔摩里卡收留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 因而深受大家的爱戴 但内战之中 加尔加斯坦的部队烧毁了教堂 因而 这位本应心怀慈悲的神父也决定将复仇之火焰 引向那些民族主义者 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 莱奥纳多建议乘胜追击 我军士气正盛 加持卢纳骑士团强援 一举扫清尼巴斯在东南的剩余部队不在话下 但神父则恐怕敌军使用唯卫救赵之计 由于不绝时 二人交给德尼姆定夺 此处关卡是可选的 敌军只是固守要塞不出 待到我们取魔力量更强之后再来攻略也不迟 首先 回阿尔摩里卡城一趟 向公爵汇报了此次出击的成果 收复失地 自然让公爵大为惊喜 但以多少对莱奥纳多的表现有点失落 瓦尔斯塔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当初领地的一部分 加尔加斯塔人 此刻也已经回过味了 开始向南方调兵前将 准备围剿立足未稳的瓦尔斯塔人 此时公爵开始布置任务 派遣莱奥纳多和德尼姆 前去巴库拉姆的菲达克城 进行外交行动 在与加尔加斯坦的主任部队会战之前 先行与罗斯洛利安 也就是暗黑骑士团签订不干涉条约 这一步棋 其实细说还是很有深意的 公爵早就看出 暗黑骑士团来此的目的 并非单纯地协助巴库拉姆 而是另有所图 对他们来说 只要能达成目的 让谁胜利都是一样的 因而巴库拉姆能与他们勾结 自己当然也有机会 这次主要试探一下 他们的动向和口风 寻求让罗斯洛利安在内战之中 能够保持沉默 甚至得到他们的帮助 从而防止巴库拉姆进一步的扩张 自然了 暗黑骑士团曾经 烧毁和屠杀格里亚 对德尼姆等人来说 有血海深仇 但是要在未来消灭内战元雄巴库拉姆 只能先逐渐地分化和解决加尔加斯坦人 待到统一之后 在病例北上 拿到任务之后 可以多练练集 扫清之前我们留下的跨德利加药材 不过在最后关头 守备此处的尼巴斯 居然化身一只乌鸦逃掉了 将来我们还会与这位施术师 捡不少次的面 看华伦报告也可以得知 在加尔加斯坦国内的科尔塔尼 发生了肃清风暴 巴尔巴托斯书记清 对许多同情瓦尔斯塔的同族人 进行了血腥镇压 虽然极近的民族主义右翼 依然是占上风的 但加尔加斯坦的内部 也明显不是铁板一块 这点在未来也会被我们所利用 也正因巴尔巴托斯 忙于国内政务无暇东雇 使得我们在之后 东南沿海的一系列行军 足力也小了很多 之前袭击庆典的恐怖分子身份 也已经暴露 他们是一个叫做 瓦雷利亚解放战线组织的成员 这是一个信仰瓦雷利亚 统一民族的极端组织 希望能恢复 多尔加鲁亚王的民族融合政策 不知我们未来 会不会和这一组织联手抗敌呢 之后我们的部队继续北上 轻松突破 隔棚扎平原的防御 来到了古城莱姆的城下 这里便是最初 瓦尔斯塔和加尔加斯坦人 爆发战争的古代都市 好在莱姆和敌方老朝 克里塔尼亚相去重山峻岭 加之 加尔加斯坦正处在肃清行动中 因而把守此处的兵力十分薄弱 进入地图后会发生剧情 守军似乎正在逼迫 一位名为西斯提纳的 年轻女战士就范 敌人的敌人嘛 便是朋友 选择营救她 并迅速地派遣 机动力高的 一人卡诺普斯前去接应 随后我们一点点蚕食敌方部队 消灭了迅龙屎 和那皮糙肉厚的龙族伙伴之后 终于解放了古都莱姆 救下西斯提纳 随后西斯提纳介绍说 他是巴库拉姆人 瓦雷利亚解放战线的成员 关于这一组织 我们知道 他是在巴库拉姆的反政府武装 信奉多尔加鲁亚王的民族政策 反对此叫布兰塔 此次西斯提纳来到莱姆侦查 结果被加尔加斯坦骑士发现 而陷入苦战 虽然解放战线的政治主张 与瓦尔斯塔人 有一定的重合之处 但是 由于这派成员 以激进和不择手段闻名 甚至为达目的 不惜牺牲无骨百姓的性命 因而 未来即便与他们合作 恐怕也要小心谨慎才是 但西斯提纳则辩解说 许多关于解放战线的说法 只是谣言罢了 他们只是希望回忆到 从前平等共存时期的一批理想主义者 维斯则反唇相继说 你以为 多尔加罗亚王时期 各民族真的平等吗 我们还不是被巴库拉姆人 像蝼蚁一样的对待 西斯提纳询问主角 你们到底为何而战 德尼姆陷入沉思 诚然 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瓦尔斯塔民族 真正的未来 为了扩展生存空间 不惜与加尔加斯坦和巴库拉姆 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战 然而 这真的是正确的道路吗 此处的选择会影响民族好感度 这里我选择了 希望为真正的民族融合 与瓦雷利亚的和平而战 毕竟 目前我们还是有着相同的敌人 也就是罗迪斯人 但维斯和梁纳多 则认为 目前瓦尔斯塔族人的队伍 还不能换进这些巴库拉姆的 反政府武装作为队友 否则可能导致军心不稳 不得已 西斯提纳只能暂时离开 不过未来 我们还会与这位英勇的游击队女战士 再次相见 继续北上 来到我们的目的地 菲达克城 此处最主要的城池 是一座被称为天鹅城的白色城堡 要塞极为坚固 且 菲达克城正处于 北部海姆经济地区 与南方地区狭窄的通道中央 巴库拉姆的 伊西尔伦 驻守此地的 并非巴库拉姆军队 而是来自 罗迪斯的暗黑骑士团 为首的是一位叫做兰斯洛特塔尔塔洛斯的独眼骑士 莱奥纳多报上姓名和来意 城堡沉重的铁门缓缓开启 一名白须老者前来迎接我们 他便是独眼骑士的心腹 暗黑骑士团的二号人物巴尔泽锋 他接过了莱奥纳多的书信 并邀请使节团四人来到了天鹅城的会客室 这种种举动似乎都显得十分友好 也让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些意外和好奇 这些罗迪斯人到底在盘算什么 显得有点深不可测了 只听会客厅的大门开启 一位身材魁梧 身披重甲 面容英俊 而又沧桑的中年男性 向我们走来 他便是罗迪斯教国暗黑骑士团 罗斯罗连首领 兰斯洛特塔尔塔洛斯 想不到的是他一开口 就直接爽快地答应 你们放心 暗黑骑士和布兰塔殿下 不会插手加尔加斯坦和瓦尔斯坦的战争 莱奥纳多迅速表示了感谢 但巴尔泽峰则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是没有实力与加尔加斯坦抗争的 为什么不尝试求助我们呢 莱奥纳多坚定地表示 借助外国的力量 是无法为瓦雷利亚带来真正和平的 瓦尔斯坦可不想成为第二个巴库拉姆 塔尔塔洛斯明白 瓦尔斯坦民族这个对手 可不简单 恐怕不像巴库拉姆那般容易操纵 巴库拉姆人真是身外之物 而一味地寻求庇护 瓦尔斯坦人则无所畏惧 他们是在为生存和自由而战 这个民族是真正可怕的对手 见到这位暗黑骑士与莱奥纳多 镇定自若的交谈 主角二人则心情是有些复杂的 我们从游戏中知道 德尼姆和姐姐卡丘亚 一直认为自己的父亲死于 兰斯洛特塔尔塔洛斯之手 面对杀父仇人 二人攥紧了拳头 却无处释放 想手刃对方 却又要顾全大局 这种矛盾的心情 也在对话之中 展现的淋漓尽致 仿佛注意到了二人神情一般 这位骑士突然转头注视着主角 卡丘亚站起来说道 阁下是否记得许多年前 在哥利亚的血液 莱奥纳多慌忙拦住卡丘亚 顺便打圆场说 这二人正是瓦尔斯塔 卢纳骑士团的少年英雄 救出了公爵殿下的大功臣 德尼姆则悄悄地对姐姐说 算了 这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战争了 兰斯洛特察觉到少年的神情变化 第二人说道 你们便是哥利亚幸存的孩子 我当时收到甲情报说 游击队假装平民潜入哥利亚 最后我们便发动了进攻 你们恨我们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知道你们无法原谅 但还是让我表达最深的歉意 说完 这位尊贵的罗斯罗里亚领袖 竟朝几位少年道歉 尽管恨意不可能简单消除 但对方的这一举动也在大家的意料之外 这以冷血著称 杀人不眨眼的暗黑骑士团首领 竟也有悔过的心思吗 除却无法消弭的恨意外 二人心中又多了一丝好奇 瓦尔斯塔时接四人 随后便离开了 快马加鞭 沿着沿海已经解放的道路 渠道古都兰姆 我们顺利回到了公爵的居城 这一路上 只看到瓦尔斯塔的部队在逐渐的开始击解 巴库拉姆在没有罗斯罗里亚协助的情况下 应当会按兵不动 因此这正是瓦尔斯塔和加尔加斯坦两方 直接对垒的暴风前夜 随后 龙威公爵准备开始实施一直以来的计划 如今的瓦尔斯塔领地被分成了数块 包括数个人口众多的自治区 当下的首要任务 就是将这几块土地连在一起 从而合并前线 我们所在的是龙威公爵率领的瓦尔斯塔人民奋勇抵抗 所保住的最后一块土地所拓展的东南根据地 而另一处瓦尔斯塔人聚居的地点在巴尔玛姆萨镇 正是当初由巴尔巴托斯书记卿所画的瓦尔斯塔自治区 公爵一直以来想让这两块地区能够互相联通 从而让本来人数就不多的人民团结起来 巴尔玛姆萨的人被关押起来 强制地进行严酷的体力劳动 而要将镇子的五千居民都营救出来 是十分困难的 只能先寻求派遣少量的部队去当地发动群众 进行武装暴斗 直接拿下主城 切断两处地块之间敌军的补给 从而逐渐将战线进行合并 公爵考虑到 这次如果暴动的规模足够之大 或许还会引起敌方反对派的同情 从而进一步削弱巴尔巴托斯 对加尔加斯坦人的控制权 以求分化瓦解强大的敌人 公爵和莱安娜都考虑到 当地人虽然大概会响应号召进行暴动 但是也不排除他们已经被洗脑 驯化和臣服的可能 因而公爵认为 卢纳骑士团最适合进行这一任务 英姿勃发的少年英雄 一定能唤醒人民的斗志 这次是小谷部队渗透 为了确保补给 龙威公爵特准莱安娜多和拉维尼斯 两位骑士向泰恩貌似以息的战场 进行增援 随后龙威小声地向骑士莱安娜多 说了几句悄悄话 在城堡内火光的照耀之下 二人的面庞似乎都透露出了一丝恐怖 从公爵的会议室出来 一片夕阳之下 阿尔摩里卡城中显得寂静而祥和 只有来来回回搬运物资的士兵 让人们感受到了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息 德尼姆心中一阵躁动 决定来到平民区散散心 在河边我们会看到那位来自 泽诺比亚的圣骑士兰斯洛特 他正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 德尼姆上前打招呼 并与他了解关于巴尔玛姆萨的武装暴动 表明了自己心里 其实一点底都没有 兰斯洛特安慰德尼姆 并再次强调一定不要送死 否则一切的理想可都无从谈起了 德尼姆询问其实 他是否是对人世间有所挂念 才有这种一定要生存的哲学 其实兰斯洛特拿出了妻子留给自己的遗物 一个巴音河 在泽诺比亚的骑士团 与神圣塞提基内亚帝国开战之前 他和妻子一直在躲避海兰德部队的追杀 而四处留了 期间妻子染上了重病 不久之后便去世了 而他也多次万念俱灰 每次想要与妻子同去 却每次又在听到这巴音河的声音之后 回想起名为生命的责任 而继续奋战 兰斯洛特看了一眼德尼姆说 我的理想 就是让这世上 再也不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上战场 德尼姆从此 对这位圣骑士充满了憧憬与敬仰之情 第二天 我们启程上路 巴尔玛姆萨镇位于西南方 本来从水路更容易接近 但这么一来目标太大 于是 我们通过泰恩茂斯丘陵向西 从防守薄弱的博尔度湖盘穿行而过 沃尔度湖是瓦雷利亚岛南部最大的淡水湖 灌溉着瓦雷利亚的南部粮仓 但近期水贩增加 佐德师弟的面积也开始蔓延 使得道路艰难 路上我们遇到了两股加尔加斯坦部队的阻击 分别由骑士雷克森迪尔和驯兽师刚普率领 驯兽师的几头尸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些麻烦 然而只要我们迅速地利用机动 解决掉刚普本人 他便会带着那几头可怕的宠物离开战场了 终于在经历了平原与湿地的漫长行军之后 我们来到了巴尔玛姆萨 这里居住着5000名瓦尔斯塔同胞 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掀起他们的革命 南部战线就将统一 我军也将实力大增 这场偷袭正之余议 少量守城敌军根本没有意识到 会有部队从阿尔莫里卡城的据点和湿地方向 远距离奔袭而来 并且神速进击还打败了其中阻击的部队 我们的队伍早已成长为独挡一面的骑士团 此处的敌军也只是加尔加斯坦的次级安保部队 加之骑士莱奥纳多和拉维尼斯 令人惊叹的高超舰术相助 我们的队伍以远超想象的速度 渗透进了这一重阵之中 然而之前计划战争时就已经预料到了 此处已经在瓦尔斯塔军队的补给线之外 要想持续战斗下去 必须拿下阵子的领导权 也就是发起武装暴动 推翻此地领主的实际统治 主角将众位居民代表 集中在了一间议事厅内 并且向他们传达了希望进行武装暴动的想法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既然他们遭受了许多的痛苦 想来一定对加尔加斯坦有非常大的敌意 但是 出人意料的就在于 这里的居民似乎不愿意反抗 他们甚至还认为 是瓦尔斯塔解放军 引发了这种种的纷争和仇恨 几位老人对着愤愤不平的维斯说 战争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 既不用为战争流血 又不用担心吃不饱 这样的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非得武装起来去送死 维斯气愤地抓起手边的杯子扔到地上说 你们这些人像家畜一样被饲养在此 难道就不像像个人一样活着 你们身为瓦尔斯塔人的尊严呢 一位面容哀愁的中年女子对维斯说道 我们支持你们也不过是换个统治者 继续饲养我们罢了 你让我们为这种事去送死 我儿子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 百年前他跟随你们去打仗送了命 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老人们进一步说 何况与加尔加斯坦作战 我们完全没有胜算 请回吧 这里没人想加入你们的战争 你们成了英雄 我们呢 维斯一时雨色 此时窗外电闪雷鸣 一道闪光滑过 维斯看清了台下这些居民的神情 他们目光呆滞 神情沮丧 似乎早已放弃了一切的希望 只要能活着 便心满意足了 德尼姆和卡丘亚沉默不言 拉维尼斯斜靠在门口观察着一切 一直在门外的莱奥纳多 意识到 这些少年英雄 恐怕没能像公爵预想的那样 感召此处的居民 于是 打算实施公爵安排的另一个计划 莱奥纳多与德尼姆耳语了几句 二人穿过一众喧哗的人群 走到了正处于狂风暴雨的镇子街道之上 此刻 雨量惊人 雷声震震 正是和这位中年骑士接下来的密谋 莱奥纳多开门见山的说 其实 我早就料想到了这个结果 本来也没抱多少希望 听好了德尼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沙光镇上的居民 一个也不留 此时一道闪电划过 雷声震震 德尼姆手中的宝线 光当一声掉落在地上 他解释说 一阵之危 乃至于此 莱奥纳多则说 丈夫一举雷火 德尼姆瞥见了莱奥纳多 阴森的面孔 他的表情从未显得如此陌生 他所说的话 无疑是令人震惊和不解的 面前的骑士进一步解释说 公爵预想到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如果不能说服 巴尔玛姆萨的人民 武装起来对抗加尔加斯坦 那么就由集市团 假扮成为加尔加斯坦人 将镇上的居民屠杀殆尽 尽管莱奥纳多 自己多少也有些疑惑 但罗维公爵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知道 瓦尔斯塔面对人口数倍于自己的 加尔加斯坦 唯一的胜算就在于团结和高昂的战斗意志 自治区的人 有苟且偷生的想法并不是偶然 想来其他的自治区 也大概已经习惯于屈服他人 但如果能以牺牲巴尔玛姆萨 这五千毫无战意的人为代价 唤醒其他地区的居民反抗的意志 这些人也算是在战争之中 做出了关键贡献了 回到风雨飘摇的巴尔玛姆萨 莱奥纳多已经将此举的厉害 尽数交代给了德尼姆 作为一名成熟的骑士和军事家 他自然也理解此举的代价与收获 也让他竭力地劝说 德尼姆 请服从命令吧 否则 瓦尔斯塔就没有明天 这里有两个选项 也就是皇家骑士团2中 最著名最重要的选项 大家可以看一下本作的路线图 这个选项会决定第二章是进入L线剧情 还是C线剧情 并进一步地影响第三章的线路 可以收到的同伴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此处选择答应协助进入屠杀 会进入第二章和第三章L线 如果不接受就会进入第二章C线 并且之后可以选择进入第三章C线或N线 三条线在第四章又会合并成为一条线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这里我们也可以稍微地分析一下屠杀居民带来的另外两个有利于瓦尔斯塔人的好处 第一 假扮加尔加斯塔人进行屠杀此举 会让加尔加斯塔内部同情瓦尔斯塔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对派 也就是把尔巴托斯书记青的那些政敌们的势力开始壮大 使得书记青不得不分兵对付内部的分裂势力 以此瓦尔斯塔人可以寻找出更多敌军前线的缺口展开军事行动 第二就是这次的屠杀也会使得瓦尔斯塔人得到罗蒂斯 索诺比亚甚至是巴库拉姆人的同情和支持 行动本身也可以作为宣战的借口 战争将拥有无比冲高的正义性 加之之前分析的最重要的原因唤醒瓦尔斯塔人内部的团结与斗志 因而在无情的公爵的分析之下 此举一举三德 可以说是十分高明的一步棋 他一定会为未来的各种军事行动高效的铺平道路 但是他的代价也足够的沉重 那就是权整居民的生命 到底是做心狠手辣的法西斯士屠夫 而随意将他人生命作为献给名为正义之死身的祭品 还是缩入用懦弱和无奈铸造的取巧之中 眼睁睁地看着瓦尔斯塔的未来滑向猎狱般的深渊 相信每名玩家在这里都面临极其强烈的道德拷问 命运之轮大幅加强了L线的剧情和人物 相信原作的很多玩家应该都选择过C线了 所以这次我们围绕着L线先进行讲述 所谓的L线也就是秩序线 就是答应参与屠杀巴尔玛姆萨证明的行动 这里虽然答应屠杀多少有些违背德尼姆这位主角的人设 但其实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莱奥纳多赫公爵的做法或许是唯一的破局之法 如果不唤醒瓦尔斯塔人的团结和战役 一旦加尔加斯坦主力南下轻角 如今到手的地盘又会转眼地消失掉 于是德尼姆坚定地说 我明白了 为了理想就弄脏这双手吧 随后一直在旁偷听二人谈话的维斯卡丘亚和拉维尼斯惊讶地走了出来 维斯愤怒地抓住德尼姆的依领说 你不会真的要做出这种事吧 这么一来我们和那些混蛋又有什么区别 拉维尼斯也很少见地认真了起来 表示公爵把同胞的牺牲作为工具体现在战争的战略里 是对人民的背叛 对这样的主军忠诚是自己的愚蠢 莱奥纳多自冷笑说 拉维尼斯你作为瓦尔斯塔和加尔加斯坦的混血儿 又有什么历程指责我们 不愿支持公爵的人请离开我们的队伍 想成大事就要有牺牲的觉悟 维斯和拉维尼斯二人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于是分道扬镳 连走前维斯询问卡丘亚说 难道你要和这些屠夫在一起 卡丘亚明显十分的迟疑 但略微思索了一下 他便义无反顾地和德尼姆站在了一起 无论德尼姆如何选择 他都永远会和弟弟站在一条斩鞋上 维斯气愤地哼了一声 要是从今以后大家便都是敌人了 未来会亲手过来杀掉德尼姆 随即他们便转身离开了 就在这时加尔加斯坦的援军赶到了 梁达多吩咐说自己会去继续实施计划 而德尼姆等人则可以率军 抵挡加尔加斯坦人的进攻 此战拉维尼斯也会成为敌人 他之前看好的少年英雄德尼姆 居然会赞同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 他直接倒戈加尔加斯坦阵营 这里注意啊 如果以后还想触发这位女骑士的剧情 就不要将他杀死 处理掉其他敌军后 他便会自行离开 这之后 马尔马姆萨镇火光成天 瓦尔斯塔人穿上了之前在守备部队缴获的加尔加斯坦军服 打上旗帜 开始对全城居民实施屠杀 在这之后 军队迅速地撤离 并且故意地留下了一些目击证人的性命 告诉他们自己是加尔加斯坦的士兵 这场屠杀的消息迅速传开到了瓦雷利亚岛的每一个角落 加尔加斯坦人开始进行种族灭绝 所有人的矛头都指向了巴尔巴托斯书记清和他的民族政策 尽管有些其他的声音猜测 这或许是瓦尔斯塔人自己干的 但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有如此心狠手辣之人 只是为了传递一个假消息 就首任了五千名同胞 这实在太反常规了 但讽测的是 这正是事实 如果世人更多地了解瓦尔斯塔这个被压迫多年 而终于在一缕微光中看到希望的民族 或许会加深一些对他们的怀疑 至此第一章结束 第二章的奥险开始 第三章的奥险 这一章的奥险 是一章的奥险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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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要提防北方巴库拉姆人的进攻 兵力较为分散 因而双方此刻都处于守势 等待对方的出招露出破绽 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变得至关重要 龙威公爵制定了一个 骑袭科里塔尼亚城 也就是目前巴尔巴多斯居城的计划 但手下都认为 这一计划显得过于冒失了 计划的第一环 便是让路纳骑士团 从海陆入侵巴尔玛姆萨 并袭击加尔加斯坦侧翼 公爵的计划看似草率 其实自有他的身谋远虑 其一 这次袭击可能会让科里塔尼亚的兵力向西分散 既然路纳骑士团和德尼姆 被人们称为瓦尔斯塔的英雄 那么其他人肯定认为 英雄当然会率领主力部队 毕竟瓦尔斯塔人总不会让英雄孤身入险地 但实际上 德尼姆真的只是率领少部分的部队进行骑袭 而大部队则依然分布在 斯旺西森林一带 一旦巴尔巴多斯重计分兵 甚至调转大部队前去佐德师弟 阻止沿海的侵袭 那么蓄势待发的大部队 便会出其不意地向北直插科里塔尼亚 而如果巴尔巴多斯也只是简单的兵分两路 依然在森林方面重兵留守的话 那么森林方面会继续对峙 而增援部队和卢纳骑士团 会进一步从海陆夺取港镇阿什顿 这里便是加尔加斯坦人少数的几处不动港之一 如果他们在阿什顿遭到了封锁 经济方面会大受打击 不过这一计划需要卢纳骑士团作为诱饵 甚至是进攻的主力 而给德尼姆等人安排的少年英雄名号 只是作为诱敌使用罢了 并不会真正匹配他们可靠的战斗资源 真正战斗的时候很容易身陷重围 只能作为瓦尔斯塔主力拉扯空间的牺牲品罢了 德尼姆发问说 作为诱饵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公爵则只是简单地提到 完成任务之后你们迅速地撤退 虽然骑士们提出了各种意义 但公爵认为计划是完美的 后续增援一定能让骑士团脱身 大家也只好领命退出 继续沿着海岸线前进 为了尽快穿越阻挡在面前的河流 卢纳骑士团选择通过险效还生的利布姆水道 这是一处废弃的地下水道 但没想到在这里也遇到了 由僧侣伊扎克所率领的阻击部队 他安排士兵迅速回到克里塔尼亚进行通报 并寻求尽量地拖延瓦尔斯塔人前进的步伐 我们也得知了 主角在加尔加斯坦获得了哥利亚屠夫的称号 许多人已经了解到了巴尔玛姆萨镇屠杀的真相 也正因为此 加尔加斯坦反对派在冷静收集了情报后 并没有鲁莽地展开行动 击溃伊扎克的部队 我们根据侦察兵报告可知 巴尔巴托斯也只是命令大军在前线镇守 只是像之前一样派遣小谷部队成梯队地阻击我方的前进 但是啊 这种天油战术也未免过于低估我们的实力了 在精锐面前 敌方不过是飞蛾扑火一般 书记琴或许没有想到 他最大的隐患如今正在后方纵横 回到大地图 我们在华伦报告这里得知拉维尼斯倒戈之后被捕的消息 这位将军可能很快将会被送到克里塔尼亚城进行审判并处决 接下来如果想进行他的剧情 收他为同伴的话就要迅速突破雷森义道 在此处劫持押送囚犯的部队 在雷森义道的剧情中我们得知 士兵们都希望能将这来自瓦尔斯塔的骑士就地正法 但头目表示这位骑士或许与某位贵族有血缘关系 必须经过审判才能处决 拉维尼斯则苦笑道 瓦尔斯塔人认为自己是加尔加斯塔人 而加尔加斯塔人则认为自己是瓦尔斯塔人 难道混邪者这辈子就将注定无依无亢了 孤苦伶仃的骑士正处于万念俱灰的心态 随后侦察兵探马来报 说瓦尔斯塔军队出现 众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里几乎可以说已经是大后方了 瓦尔斯塔军可谓神出鬼没 拉维尼斯突然趁乱挣脱束缚 开始向瓦尔斯塔的部队靠近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击败敌方领袖布尔巴特 营救拉维尼斯 由于对手只是押韵部队 我们小心布局前进即可逐步蚕食消灭之 期间注意保证拉维尼斯的存活即可 胜利后这位女骑士心中充满了迷茫 苦笑道 好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你们把我当作叛徒抓起来了呢 德尼姆子摇了摇头说 之前的行为不见得是一种背叛 只是作为混血儿的拉维尼斯在迷茫中 还未想清楚自己到底为何而战罢了 而当我们邀请他加入时 他依然言辞拒绝 虽然他很高兴德尼姆对自己不离不弃 但依然无法原谅公爵 以及遵从公爵命令的主角在巴尔玛姆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卡丘亚提醒说 公爵要抓捕此人 德尼姆子闭上双眼表示 让他走吧 就当我们从未见过他 拉维尼斯心中有所触动 表示自己深爱瓦尔斯塔 阿尔莫里卡就是自己永远的祖国 他不会做出对瓦尔斯塔不利之事 随后转身离开 这段插曲过后回到大地图 我们继续执行公爵的计划 向港镇阿什顿进发 由于许多部队已经被派出去搜寻游击队了 伊尔此处的守卫力量十分薄弱 这里由僧侣纳迪亚守卫 由于我们从背后偷袭时从高向低攻击 伊尔难度大为减弱 轻易地即可消灭此处的敌军 进入一段剧情 龙维根据自己的判断 认为敌人已经调集了大批军队回逢卢纳骑士团的进攻 因此兵贵神速 公爵立即下令全军在太阳升起之时 从死亡西森林发起总攻 尽管莱奥纳多心中坠坠不安 因为阿什顿的联络还迟迟没有到达 并不清楚那边的实际情况 他劝公爵不要操之过急 但公爵一意孤行 还是如此将军令吩咐了下去 此刻在港镇阿什顿 刚刚消灭了僧侣纳迪亚的路纳骑士团 又遭遇了被人们称为雷神的 攻守阿罗塞尔的伏击 而这位攻守 竟然是一位瓦尔斯塔的战士 他并非已参与战争的心态而来 而是为巴尔玛姆萨镇的冤魂复仇 尤其是要为自己在屠杀中 死去的兄长复仇 尽管德尼姆竭力辩解说 当时一切的选择都是不得已 但阿罗塞尔并不为所动 他双眼充满怒火 恶狠狠地对主角说 你这种舍弃了作人尊严 对贵族屈言覆识的走狗 不配活在世上 之后便率领部队 自高处对我们展开了枪攻 本官从第一地开始进攻 将部队往侧翼移动 逐渐消解对手的高度优势 是取胜的关键 撤退前攻守透露了一些信息 瓦尔斯塔解放军 可能很快就要被舒吉清打败了 死网西森林 如今已经成了绞肉机一般的战场 两败俱伤 打消耗战可不是人力稀少的 瓦尔斯塔人能负担得起的 很快他们就会支持不住了 终于我们完全占领了阿什顿 考虑到如果阿罗塞尔所说为真 那么从陆路返回将十分的凶险 可能面临前后被割断的风险 大家考虑从海上返回 离行前 卡丘亚和德尼姆姐弟二人约定 一旦事态有变 二人便离开此岛 再也不会回来 回到了位于瓦尔斯塔人 守备范围之内的 跨得利加要塞 在这里会遇到一位 被通缉的佣兵 扎盘 此处的海盗首领达扎 正准备将其抓获 以获取赏金 将其救下 他就会作为雇佣军加入我们 从他口中得知 死网西森林的战斗 其实双方只是堪堪打平 都收兵到了自己的据点进行整备 准备进行下一轮的大战 因而从这里 一直到阿尔莫里卡城 也只剩下了加尔加斯坦的 一些残兵败将而已 去到库里扎罗镇 来到探茂斯丘林 遇到救护兵维诺亚 和一位全副武装的将军 瓜切罗 阻挡我们的聚落 维诺亚劝说将军 退到科里塔尼亚保存实力 而自己则率领部队断后 瓜切罗将军 是书记其民族进化政策的主谋之一 也是死网西战役的英雄 但如今却只能依靠 救护部队的殿后才能撤退 何见 加尔加斯坦再次一意中的消耗 同样不少 解决掉这些救护兵 一路回到了阿尔莫里卡 见到公爵 这位高大壮硕的领导者 已经掩盖不住脸上的疲倦 在争取了暗黑骑士的不干涉条约 派遣了路纳骑士团的机动部队前往敌军后方牵制 煽动叛乱并成功封锁了敌方经济重镇之后 公爵本以为时机已到 发动了从四望西森林一直到沿海一线的全面进攻 然而 这次行动却遭到了敌方圣域部队极其顽强的阻击和反抗 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了 双方战成平手 两败俱伤 龙伟亲自接见了我们 此时才一扫满脸的忧愁 表明只要英雄殿下还在 就一切还有希望 转为乐观的公爵 体现出了自己急于求成的一面 他打算稍作整备 便再次集结部队展开第二次的总攻 但这一计划遭到了首席骑士莱奥纳多强烈的反对 骑士的主要理由在于 之前之所以能打个平手 是因为路纳骑士团在后方牵制 导致书记轻前线分兵所致 而如今 瓦尔斯塔的后备力量明显不足 而加尔加斯坦则可以将预备部队调转前线 对瓦尔斯塔的残兵败将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但公爵是听不尽这些话的 他认为目前不是抱怨的时候 再这么等下去 必将一物战机 他想将这一切都堵在最终的决战之上 二人话语之间 剑拔弩张 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当然了 公爵也并不是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二人对峙了一番后 公爵失望地低下了头 说了一句 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话 我要向罗斯罗里安求援 对罗地斯人来说这个岛上当然是越乱越好 而如果加尔加斯塔人倚仗人力众多在战争中惊吞了瓦尔斯塔 那么巴库拉姆的局势将更加的风雨飘摇 想要插手本岛事物也会更加的艰难 因而 罗尔斯塔和罗地斯人是存在实际上的同盟基础的 但莱奥纳多听到这句话 立即从座位上起身 激动地询问公爵 此话当真 而罗尔维知道自己手上能打的牌已经打光了 如今剩下的只有利用外国势力 莱奥纳多强调说 这个国家之所以成立 是因为瓦尔斯塔民族对自治权的追求 如果战胜了加尔加斯坦 却成了罗地斯的傀儡 那我们从一开始又在为何而战呢 罗尔大怒道 这些话还用你说 罗尔维知道 大战后双方损失惨重 此时民族之间的仇恨 已经一时高于其他的一切矛盾 罗尾转向我们的主角说 英雄殿下 能否替我去一趟飞达克城 我以你好了书信 请帮我转交给 兰斯洛特塔尔塔罗斯大人 德尼姆不至可否之际 莱奥纳多又再次劝诫公爵三思 然而公爵只是怒吼一声 让这位骑士滚出去 这强壮的骑士双眼通红 他一直瞪着这位曾经是民族英雄的公爵 似乎不相信 他寄托了自己生命和荣誉的男人所说的话 居然是要投降外国 看着一言不发的公爵 莱奈多失望至极 随后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议师厅 德尼姆与雄兵扎潘和姐姐卡丘亚商议此事 主角认为此行可能十分的凶险 卡丘亚一脸茫然地问 此行无非就是送信 有何凶险 德尼姆解释说 加尔加斯坦有大概率已经早先一步 派遣世界面见暗黑骑士团了 双方也说不定已经达成蜜月 雄兵扎潘倒是好手 只要给钱 刀山火海也无所畏惧 随后 我们的小队整理行装 前往飞达克城 之前 我们为了递结不干涉条约 曾经来过此处 在随后的禁军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零零散散的异影军 而在戈鹏扎平原上 会遇到他们的一支部队 原来最近岛屿东南方兴起了一个新势力 也就是新瓦尔斯塔解放同盟 这个同盟 此刻正在征集对公爵不满的人加入 当人们知道了 公爵和所谓的英雄 是如此的不择手段的对待自己人民 甚至还寻求与外国势力联合的时候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一势力中 而平原上 我们遭遇的以加三为首的义勇军们 也敏锐地认出了我们 并发动袭击 毕竟 德尼姆·戈利亚的屠夫之名 早已传遍我尔斯塔 这些人的阻挡 便是为了向同胞们复仇 并证明 为了实现理想 一个人可以不向全力屈服 可以不用牺牲别人保全自己 也可以不用弄脏自己的双手 战胜义勇军部队继续前进 到了古都莱姆的时候 德尼姆想到来自泽诺比亚的圣骑士 兰斯洛特还在此处守备 便准备前去顺路拜访 来到骑士住所之时 却只见到了莱奥纳多等人 再次等候 进门后 莱奥纳多便示意身后的两名骑士将入口封住 坚毅的表情充满了压迫感 还没等我们开口 他便说 省其是兰斯洛特不在此处 不过 我有话 要对你说 德尼姆和卡丘亚见对方来势汹汹 也只好听他细说 莱奥纳多望着窗外 缓缓地说道 我们在斯旺西森林 损失了很多战士 如今还出现了大量寻求脱离解放军的士兵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于龙维公爵欠缺领导力 此人横短专行 但有勇无谋 甚至于不可及 在敌兵尚未完全分散时发动总攻 导致部队损失惨重 而如今 他又昏招贫出 想要偷向罗斯罗里安 让自己治下的人民成为王国奴 我对公爵失望透顶 解放军需要新的领导人 他目光如矩地注视着主角说 你就是那个新的领导人 德尼姆退后半步 卡丘亚抢签说道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梁纳多只是点头说 公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你的地理比我更清楚 主角德尼姆深思半上后说道 梁纳多说得没错 人心散了 这样下去迟早会分裂 我们又如何对得起牺牲的同胞 梁纳多看主角有所松动 便进一步劝说道 年轻的英雄 有着辉煌的成绩 本就非常能服众 而屠杀的事 也都是公爵所下的命令 如果德尼姆 能成为瓦尔斯塔的领袖 一定可以止住 如今分裂的趋势 带领我们走向胜利 此处会出现选项 然而这个选项 只能影响民族好感度 并不关键 因为无论如何选择 最终都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选择第一项 这是我的职责 卡修亚心疼弟弟 觉得他不应当一个人 把整个战争的重担 揽到自己身上 而德尼姆则表示 如果必须有人来背负这个责任 而谁都没有勇气去承担 那就让自己去做好了 莱奥纳多对主角大为赞赏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回到二摩里卡城 除掉公爵 最后一切就可以顺水推舟地进行了 结果公爵的求救信到最后 都没能送到飞达克城 而众人已经开始合谋推翻公爵统治 当天大家驻扎在古都莱姆 轻贬双方军力 并商讨除掉公爵的细节 然而谁也没能想到 当夜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打乱了主角和首席骑士的计划 我们的部队遭到了袭击 而为首的是当初在巴尔玛姆萨镇 离开了我们的好友 维斯 维斯与攻守阿罗塞尔一同 占据了莱姆的有利地形 此战开场便十分的劣势 我方只能一边应付着 阿罗塞尔部队伶俐的穿云之间 一边快速逼退维斯的部队 艰难取胜 维斯表示此时或许还没有足够的实力 与解放军正面开战 于是下令停战 并准备撤退 而正在此时 双方的部队又发现莱姆城的北方 火光冲天 喊杀声 惨叫声不绝于耳 原来 罗斯罗里安的部队已经攻入莱姆 驻扎在北方的圣骑士兰斯洛特出现 他质问面前这位凶神扼杀的暗黑骑士 为何要伤及无辜 而巴尔巴斯并未理会 只是注意到兰斯洛特的泽诺比亚文章 便立即冲上前去 两位骑士站坐一团 维斯和主角也解决了误会 巴古拉姆军 罗斯罗里安居然真的出手了 恐怕布兰塔摄政王得知了 斯旺西森林一战两败俱伤 因而决定出兵与渔翁独立 而罗蒂斯人竟然也撕毁了 不干涉条约 出乎二人意料之外 此时啊 罗尔斯塔人唯有联合一条路可走 德尼姆准备南下寻求 团结公爵周围的部队 而维斯 作为新罗尔斯塔解放同盟的领导者 准备联合反对公爵的人民 之后两方合并 共同对立 兄弟细于强 外遇起舞 不知再次相见时的战争形势 又将如何发展 由于此处的守备部队 已经无法形成成建制抵抗 骑士团和游击队都决定放弃莱姆城 德尼姆率领部队一路向南 来到阿尔摩利卡城下 但这时 公爵方面 已经得知了德尼姆叛乱的消息 尽管十分战惊 但公爵也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那就是叛军兵临城下 而主力依然在西线防守加尔加斯坦 空虚的城池 不是敌方精锐的对手 公爵只能背水一战 下令不惜一切代价 取德尼姆的性命 只要敌军没有了领袖 之后便可以用民族大义 来说服剩下那些匹夫之辈 回头是安 林了 公爵感叹了一句 竟然被自己养的狗咬了 该死的小子 城门前迎击我们的是 妖术师莫迪里安尼 属于城内公爵的忠实亲卫队 公爵方的话术在于 叛军要倒戈敌军 因而是背叛了民族的无耻之徒 德尼姆则辩解说 这并非叛乱 而是解放军的全体意志 大势所需 为了减少逃兵 重聚民心 必须除掉公爵 另立新主 三言两语 当然不能打败最忠诚的敌军 在我们高超的指挥技以下 守备部队很快被冲击的 七零八散 我们顺利进入城门 战胜秦卫队骑士 欧文之后 这次的反叛 已经成功 尘埃落定 随后 除掉公爵这件事 是非常脏手的事情 主角深知 自己绝不能背负 侍主的罪名 否则军队的凝聚力 将大打折扣 因而 安排骑士莱奥纳多 提箭 闯进了公爵的议事厅 公爵只知德尼姆谋反 却并不知道 首席骑士莱奥纳多 也早已与自己 离心离德 以为是前线的部队 终于开始回源了 但这位骑士 却面无表情 只是喃喃地说道 您的负担 太重了 让我来帮你解脱 随后 一刀 斩断了 公爵的喉咙 龙威公爵 这位带领民族 反抗加尔加斯坦的英雄 被哥利亚的少年们救出 却又最终 命葬于同一人之手 这位叱咤风云的 瓦尔斯塔的猛虎 就此消亡 德尼姆随后 展示了王者风范 他知道公爵的心腹 在未来 依然是瓦尔斯塔的 重要战力 因而发布召告 投降者 来者不拒 而抵抗者 也只会被赶往城外 不会赶尽杀绝 等你们想好了回来 我们还将敞开大门迎接 德尼姆转过头来 看到迎面走来的骑士 莱奥纳多 以及他身上的血迹 便知公爵已死 但随后骑士脸上 闪现的一丝 诡异神情 让自己产生了一丝警觉 果不其然 莱奥纳多走上前来 居然猛然出界 还好之前有所防备 德尼姆迅捷的闪向一边 但对手这一击 已经让自己身形不稳 倒在地上 而紧接着 莱奥纳多则用剑 指向了主角的胸膛 面前的骑士冷笑道 接下来只要你 背负这一切的罪名 屠杀者 叛逆者 而我将你除掉 解放军就将真正团结起来了 就让一切在今天结束吧 哈丘亚发疯一样 像莱奥纳多怒吼 住手 你这样下去 又和公爵有何区别 骑士有些烦躁 反驳说 女人 不要将我跟公爵相提并论 但正在此关头 站在内城台阶上的维斯 抓住机会 射出了一发奴箭 只听当的一声 郑重骑士的剑声 而德尼姆也趁机脱身 莱奥纳多子大笑 没想到老朋友们都来了 那就一起上吧 进入战斗 此人围殴歧 骑士莱奥纳多 期间 维斯和骑士还有一段对话 点明了莱奥纳多的想法 毕竟 如今人民只会 渴望救世主 而自己将成为终结一切的人 杀掉龙威 是因为他的独断专行 无法支撑领袖的职责 而杀掉德尼姆 则因为他作为 格里亚的屠夫 没有分散人心 而自己 有着远超所有人的 决心和毅力 一定能获得最终胜利 但是 在维斯和阿罗塞尔的 强缘帮助之下 这名骑士 渐渐地体力不支 最后在维斯的一支 弩箭精准击中后背之后 轰然倒地 此前 梁纳多倒是坦然 他说 我输了 如此一来 你就把这一切的罪责 推给我就好了 只要有人带着这一切罪孽 下地狱 剩下的人 都至少能让大家团结起来 今后就拜托你了 此刻 古都莱姆 横石遍野 残缘断娃 一片狼藏 何为对 何为错 没人能知晓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 1948 正式进入 L线的第三章 L线第三章的片头动画 已经说明了很清楚 暗黑骑士团和巴库拉姆人 正在北方按兵不动 也并没有从菲达克出兵的意图 只见暗黑骑士巴尔泽风 正在言辞训斥 是协助进攻古都莱姆的暗黑骑士巴尔巴斯 巴尔泽风是暗黑骑士团 罗斯罗里安的二号人物 作为出身罗迪斯神都的贵族和准将 塔尔塔罗斯的副手 他对巴尔巴斯的轻举妄动极为不满 暗黑骑士团一直在暗中观察局势 如今 巴尔巴斯却直接在明面上协助进攻莱姆 这一举动 会破坏骑士团的声誉 极有可能打获平衡 但巴尔巴斯辩解说 由于摄政王布兰塔请求进军 自己不好拒绝 当初在罗迪斯被判处死刑的他 被塔尔塔罗斯救下以后 便一直宣誓效忠罗斯罗里安 若是自己的轻举妄动 破坏了总长的计划 他自己也会十分内疚 巴尔泽风立声表示 这明明只是巴尔巴斯 想和来自泽诺比亚的圣骑士对决的一气之举 布兰塔什么的只是借口罢了 二人身后的骑士马尔提姆 并未打算干涉他们的争吵 此人被称为披着羊皮的狐狸 也是罗迪斯的神都人 以耍各种小手段建成 他只是看着二人争吵 咧开嘴发出诡异的冷笑 二人争执之际 罗斯罗里安的首领 兰斯洛特塔尔塔罗斯 在门口出现 制止了他们的争吵 表示事已至此 你们再吵也无用 他身后则站着另外两名暗黑骑士 奥兹马和他的地比奥兹 如今事态趋近失控 他们也被从后方调集过来 剪辑行事 这位独眼暗黑骑士首领 再次审视了当前的状怒 舒吉清正在向斯旺西森林 集结部队 准备趁公爵死去的时机 发迹决战 新兴的瓦尔斯塔领袖 固守阿尔摩里卡 巴苦拉姆的动向则是决定性的 塔尔塔罗斯吩咐道 此刻一定要让摄政王按兵不动 之后他透露了后方发生的一件大事 海姆牢房中被囚禁者的普朗西 被游击队救走了 行踪不明 这位普朗西其实正是主角 德尼姆和姐姐卡丘亚的父亲 我们之前以为他已经死了 但实际上他还活着 而且此时已经被游击队救出去 行踪不明 塔尔塔罗斯派遣巴尔巴斯返回王独海姆 并搜寻普朗西的下落 随后他把视线转移到门口的 奥兹马姐弟身上说 瓦尔斯塔人虽然战役昂扬 但仍有加尔加斯坦牵制 后方的游击队则神出鬼没令人头疼 姐姐奥兹马和弟弟奥兹纷纷表示 对付这群乌合之众 就不劳老大亲自动手了 放心交给我们 这位弟弟是神采飞扬的年轻人 军官学校第一名毕业的精英战士 来到此处也只是为了追求军功 而双胞胎姐姐则是一位优秀的魔法战士 而她来到岛上似乎还有其他的目的 塔尔塔罗斯安排其余的骑士长 监视南方两国的动向 之后解散了会议 山雨欲来缝满楼 无论是王独海姆的变故 还是前线的战局 都无疑让瓦雷利亚的未来 更加的扑朔迷离 公爵已死 唯一要与我们争夺领袖位置的 莱奥纳多骑士 也已经被我们消灭 维斯和阿罗塞尔 带领着解放同盟的势力 合并加入了我们 从此再也没有支持公爵的解放军 和反对公爵的解放同盟之分 一切军事行动的抉择权 就都在主角一人之身 而在这一番卡丘亚和主角德尼姆的对话中 我们获知 维斯等人已经前往斯网西森林 抵挡加尔加斯坦军队的第一波攻势 而德尼姆决定 穿越布里冈尼亚平原 从背后袭击书记庆的居城 科里塔尼亚城 这一策略 是由维斯在之前的军事会议上提出 尽管卡丘亚表示 从背后穿越布里冈尼亚这种极寒之地 几乎是不可能的 维斯则也只是摇摇头表示 此刻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或许只能寻求在北方的布里冈特斯城 补给一番之后 竟然是天天命了 这支骑袭部队将由德尼姆亲自率领 而姐姐卡丘亚则再次对于弟弟将自己 抛弃在这里独自一人面对危险 十分不满 一直以来 姐姐对弟弟的感情 似乎都有些趋近病态了 德尼姆有时也感到了一丝无奈 依然是用之前的话术安慰姐姐说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为父亲复仇 因而一切都要顾全大局 而接下来卡丘亚说的这番话 却让主角大吃一惊 又不是真正欺人的仇 抱不抱也无所谓了 卡丘亚只在乎弟弟和他对自己的感情 其他一切都可抛到脑后 但德尼姆在意的则是姐姐言语中透露的信息 卡丘亚冷冷地说道 本来我们就是孤儿 而那个人 普朗西神父 只是我们的养父罢了 德尼姆一时间还有些无法接受 而姐姐卡丘亚说 这是父亲之前亲口告诉自己的 同时他也进一步强调说 如今世界上游戏员关系的 就只有我们姐弟两个了 卡丘亚的言外之意 是希望弟弟能将注意力多分一些给自己 毕竟这一直以来 弟弟都将战争民族英雄等概念置于自己之上 为了实现理想 一次又一次地不顾自己的劝解 将自己抛弃 卡丘亚说把这些便生气地返回成内 在他的眼中 一切都不如只为与他相依为命的弟弟重要 因而当他不计代价的付出时 也想要索取相似的回报 一旦弟弟因为各种缘故疏忽了自己 便会有一些遭受背叛的感觉 不过此刻我们暂时也做不了什么 只能进一步执行穿越布列纲尼亚的计划 提出这一计划的 是我们主角的好友维斯 维斯不愧是前解放同盟的领导者 计划看似大胆 但每一步却都有能实现的基础 这次的计划是从后方袭击科里塔尼亚城 那么就必须保证一条 能从北方通向敌军组成的道路 我方骑袭部队乘坐的船只登陆地点 正是马朵拉洞员附近唯一的不动港 此处人烟稀少 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零星的防御兵力会被轻易撕破 首辈此处的是书记清副手扎耶布斯旗下 一位名为赫可多迪达罗的加尔加斯坦骑士 此刻 这位迪达罗骑士正与手下在冰天雪地的洞员中巡逻 这里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 赫可多迪达罗其实出身高贵 但是居然屈尊在扎耶布斯这种狡诈的将军手下 迪达罗心态倒是很好 乱世中人人皆有必须守护的东西 忠于加尔加斯坦便是自己和家族一直以来的荣耀所在 但言语中我们也能感到这位骑士 对巴尔巴托斯书记清的独裁统治颇有不满 正在此刻 主角团队从北方出现 双方二话不说 在这冰天雪地中展开了一场殊死不斗 很明显 抵抗的力度远超了德尼姆的想象 赫可托迪达罗凭借着高强武艺 率领部队在我军阵中穿梭 好在我方魔法攻击凶猛 好不容易才将对手摆平 这位骑士整备了一番部队后 便撤向了动员西南方的布里刚特斯场 鼓悬在瓦雷利亚北境的布里刚特斯 海拔4200米 俯瞰着整个北方雪原一手难攻 也是此处唯一的一个补给据点 加尔加斯坦并没有在此处 布置更多的军队进行守备了 毕竟如果有哪支小型部队 从北方长途跋涉地拿下了这座城 可以说足以称之为奇迹 而如果是大军来袭 则更容易被困在雪原中 必定空虚无法兼顾 所以怎么看都不需要多少守备 但是他们面对的 便是能够创造奇迹的路纳骑士团 德尼姆的骑士团虽说规模不大 但个个绝非等闲之辈 还有机动力极强的泽诺比亚一人相助 这次急行军道城下 便是卯足了劲 是要拿下此城 从城南敌地向城墙步步为营 善用高机动部队以及远程魔法 最终得以击溃守城部队进入城内 得知城门失守 原本还算沉稳的骑士赫克托 迪达罗此时开始动摇 尽管在补给充足的城内以意待劳 依然有很大的胜算 但在他看来 加尔加斯汗最大的威胁 是那位专横无道的领导者巴尔巴托斯 对这位骑士来说 他更愿意将真正的忠诚 陷于国家和民族 也就是结束战争 共同对抗巴库拉姆人和外敌入侵 这或许才是如今两族真正的共同利益所在吧 迪达罗的父亲布莱安姆 也有同样的想法 二人深知 一旦布里刚特斯落入了瓦尔斯塔人手中 书籍卿的统治将有可能土崩瓦解 为了促使这一目标达成 在这城池的地牢中 那些被关押着的政治犯 也可以被释放出来 这些人也将成为反对巴尔巴托斯 并寻求与瓦尔斯塔和解的重要力量 于是 骑士安排自己的老父亲布莱安姆 在自己战败后 将反对派从地牢中解救出来 随后献成投降 然而 这位曾经许下血世的骑士知道 献成代价是自己的生命 他提建起来 准备做最后象征性的战斗 以保全家族 在加尔加斯坦民众内部的声誉 父亲布莱安姆 沉默许久之后 同意了儿子的想法 骑士迪达罗辉类与父亲告别 走向战场 在城内 面对来自瓦尔斯塔的主力部队 骑士战死之时 面露笑意 如此一来 舒吉清的腹地 将面临北方的强大威胁 而瓦雷利亚的未来 也已经如深枯之中 那道充满希望的威光一般 清晰可见 清扫了城内剩余的部队 德尼姆来到城内的会议室 见到了在此处聚集的布莱安姆老爷 和城内的反对派政治犯 布莱安姆 坠坠不安地询问 德尼姆能否放过这些反对 舒吉清的加尔加斯坦人 虽然民族身份和认同不同 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我们自然欣然同意 表示解放军早已不再是 龙威这种激进民族主义分子 所统治下的 如今最大的敌人 已经不是加尔加斯坦百姓 而是煽动民族对立 妄图消灭对方 而最终为两方都带来毁灭的当权者 也就是巴尔巴托斯 以及龙威公爵 这样的无良贵族 反对派中的龙骑士乔伦 是一位远近闻名的 加尔加斯坦勇士 他也被主角的说辞所感动 决定加入我们 乔伦曾是民族进化政策的执行者 但他如今对自己所作所为 只有忏悔 德尼姆说 自己也是一名罪孽深重之人 能深刻理解乔伦的内心纠结 因此他相信乔伦的忠诚 现在的形势更加明朗了 书记清大军如今 在斯旺西森林前线虎视眈眈 但是德尼姆的骑士团 骑袭了薄弱的北方防线 假使无法预料的迪达罗骑士 和其父亲串通反对派政治犯献诚的行为 导致守备兵力薄弱的克里塔尼亚城 面临着几年来最大的危机 在这里我们还得知 由于赫克托父子的计谋 瓦尔斯塔人穿越布里冈尼亚平原的军情 居然没有任何人传出去 在北方与主城间的巴哈纳高原 也基本只有最低的补给守备部队 做了一些零行抵抗 而且是一触即溃 随后在雷森一道击败巡逻部队以后 巴尔巴托斯从斯旺西森林分兵调遣 已经注定来不及 无险可守的克里塔尼亚 直接暴露在我军前方 如同一头带宰的羔羊 这便是当初由维斯提出 由德尼姆和卢纳骑士团实践 并借由赫克托父子献成而来的 布里冈尼亚奇迹 如今正是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 此时巴尔巴托斯人 最新于斯旺西森林前线的军事胜利 加尔加斯坦猛将扎耶博斯的猛攻之下 此时属于首饰的瓦尔斯塔人 逐渐开始不知 方线随时都可能崩溃 书记卿认为 拿下瓦尔斯塔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开始盘算之后 面对巴库拉姆人士的策略 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院起火 瓦尔斯塔部队早已瀕临城下 虽说敌方多数部队并不在此守城 但克里塔尼亚著称极高 敌方的骑士可以借助 显耀地形异服当官 加之一人弓箭手和魔法师的阻药 使得此次攻城战仍然十分凶险 在新加入的龙骑士乔轮协助之下 我们总算一步一步将这硬骨头啃了下来 首位内神的是加尔加斯坦的杀戮之王 舒吉清的心腹 民族进化政策的主要推手之一 瓜切罗将军 这名一身金甲的将军勇武过人 代表着加尔加斯坦政权最后一道武力防线 而随着他的轰然倒地 我们终于来到了目前加尔加斯坦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舒吉清巴尔巴托斯的面前 这位面容阴险 内心狡诈的政客 到如今还难以相信 为何在死网西森林取得胜利的自己 却落得如此下场 他偷出了藏在衣袖内的短剑 德尼姆示意手下小心 并且大声呵斥说 事到如今你的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 快把剑扔掉 然而面前这位半天前还风光无限的贵族 望向着种族灭绝和统一瓦雷利亚的肖雄 拿手中的短剑一剑刺向了自己的心脏 用沾满了鲜血的双手 结束了这充满罪孽的生命 德尼姆前去查看 确认舒吉清已死 感慨了一声愚蠢 当然了 这时候我们依然揪心着前线的战局 虽说巴尔巴托斯和将军瓜切罗都已命丧皇权 大多数的加尔加斯坦军队 也都举起了白旗放弃抵抗 但前线的三号人物 瓦尔斯塔悬赏的一级战风 凶暴的扎耶布斯 却仍然有一支规模不可小觑的部队 他在前线之前的战斗中高歌猛进 突破了瓦尔斯塔防线 并且俘获了解放战线的领导者维斯 此刻维斯正精力拷打 但他咬牙坚持 没有透露和军情有关的任何消息 扎耶布斯情急之下 决定采取换家战术 既然前方已经突破 那就进一步穷追猛打 直倒红龙 拿下瓦尔斯塔的阿尔莫里卡主城再说 他留下两个中队回员 率领其余部队继续东进 此时巴哈纳高原还可以收到一位同伴 也就是久违的混血女骑士 拉维尼斯 他一直作为反书激情派 在地下活动 而此时正遭受加尔加斯塔民族主义的 狂热支持者的残兵败将的包围 在这里将他解救 并阐述了我们一直以来负重前行的心路立场 即可将这位骑士收到微笑 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扫清书记性余党 夺回之前被扎耶波斯占领的阿尔莫里卡城 在这途中会插入一段非常重要的剧情 这段剧情过后 姐姐卡丘亚会被潜入到瓦尔斯塔境内的暗黑骑士带走 具体来说 就是卡丘亚正在湖边感慨如今弟弟对自己的疏远 此时兰斯洛特塔尔塔洛斯 也就是暗黑骑士团总长神出鬼没地从身后出现 一边冷笑 一边说出令人震惊的事实 那便是卡丘亚其实并非德尼姆的亲姐姐 德尼姆 如今瓦尔斯塔的实际统治者 是普朗西神父的亲生儿子 普朗西神父对于卡丘亚来说 确实只是养父罢了 卡丘亚真正的名字是贝尔萨利亚奥维利斯 也就是当年的瓦雷利亚之王 多尔加鲁亚奥维利斯的女儿 而卡丘亚并非王后贝尔纳塔所生 而是多尔加鲁亚和侍女玛纳夫罗亚 也就是说卡丘亚竟然是当年 多尔加鲁亚王的一个私生女 而亲生母亲玛纳夫罗亚才怀上女儿 不久就从王宫出去 随后在生产的过程之中去世 当时救下小女孩性命的 竟是巴库拉姆现任的摄政王 布兰塔摩文 他将女孩视作某种筹码 交给了图朗西抚养 卡丘亚愤怒地询问 这种事情可有证据 塔尔塔罗斯表示 卡丘亚如今身上佩戴的项链 便是铁正 其上刻着的文字 按照古代文书的解读方式 其意义就是 给我女儿贝尔萨利亚永远的爱 这便是 朵尔加鲁亚王为了祝贺私生女的出生 而送出的礼物 但之后 却以为女儿和她的母亲一起去世 是王后散布了二人已死的消息 看着面露疑惑的卡丘亚 兰斯洛特进一步表示 希望她能跟随自己前往王都海母 在那里可以和普朗西解释清楚 在几位暗黑骑士的诱惑和胁迫之下 卡丘亚也只得从命 这段差距也就戛然而止了 塔尔塔洛斯为什么要带走卡丘亚 其实是一个谜团 或许我们会认为 海逸是到了岛屿南部即将统一 为了对瓦尔斯塔人保持威慑 因而带走了瓦雷利亚的法定继承人 不过其真实原因 我们到后面才会知晓 卡丘亚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骑士团 对德尼姆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但是接下来还是战局伪重 让我们继续去扫清加尔加斯坦的 舒基青余孽 从斯旺西森林向东来到阿尔莫里卡城 这座曾经的瓦尔斯塔主城 枭雄龙威的居城 如今被扎耶波斯占领 此处剩余的部队 大多为顽固的民族进化政策的忠实拥躬 消灭富裕顽抗的城门守军进入城内 在城内精准地狙击掉残暴的扎耶波斯 其他部队则会陆续投降 终于岛屿南部的战争结束了 阿尔莫里卡光复后 大家赶紧来查看人质是否平安无事 维斯等人 以及泽诺比亚的骑士们 都只是遭受了一些皮肉之苦 没有生命危险 泽诺比亚的骑士团 先是在莱姆的收容所被积压 而后来又成了加尔加斯坦的人质 此番经历可谓坎坷 然而圣骑士兰斯洛特先生 却下落不明 此刻或许仍然被巴库拉姆人囚禁着 既然南部已经完全平定 目前岛上最大的和平威胁 便是暗黑骑士和巴库拉姆人 所在的莱姆城的驻军了 善于齐齐的维斯继续禁言献策说 如果从正面的隔棚扎平原突破 势必会引发敌人的警觉 而且会给敌人充足的动员时间 而莱姆城西侧的巴纳姆山脉 则有条不为人知的劲道 曾经巴库拉姆不宣而战 从菲达克城突袭莱姆烧杀抢掠 如今这个统一的南方民族国家 开始整备军力 准备报当时的一剑之仇 寻求推翻布兰塔摄政王的统治 并实现瓦雷利亚的再次统一 尤其是要摆脱罗迪斯势力的前置 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为了集中优势力量 泽诺比亚的米尔丁 吉尔达斯等人 以及当初留守的维斯 也都正式加入骑士团 大家心中还有一个共同心结 那便是大家的挚友 圣骑士兰斯洛特的下落 突破了龙石守护的 维奥布里火山后 就可以从西侧 逼近莱姆城 此时在莱姆会发生一段剧情 首位正盘问一位 违背了肖禁令的 续着胡须的 中年盲人男性 而助手辞出的 暗黑骑士奥兹马 前来查看情况后 发现此人居然是 罗迪斯的剑圣 哈伯利姆 他是暗黑骑士 巴尔泽峰的弟弟 在罗迪斯时 他本是奥兹马的未婚夫 但随后却被指控 有弑父的罪名 被挖出了双眼以后 流放了出去 奥兹马再次见到他后 百感交集 但哈伯利姆 却假装不认识对方 表示自己 并非其所认识的那个人 奥兹马正欲继续询问 我们主角的骑士团 从西方夜袭敌营 奥兹马也迅速 组织起了抵抗 敌军虽然占据地形优势 但数量较少 我方可出击人数很多 此处唯一的难点 是迅速地救出哈伯利姆 如此才能看到 关于他的 一些后续的剧情 战后奥兹马撤退 哈伯利姆表示 自己是在打听 暗黑骑士团的下落 听说来自 阿尔莫里卡的 瓦尔斯塔人 如今正在和 巴库拉姆人交战 于是 他也寻求加入我们 表示自己和 德尼姆目标是一致的 虽然他是罗迪斯人 但语气诚恳 我们暂且相信他 之后 我们便会了解到 他与暗黑骑士团之间 到底有何恩怨 一股作气 乘胜追击 战士进攻 菲达克成 由低到高进攻时 只要有耐心 等待敌人走位时务后 逐个消灭 在全军突击 消灭指挥官 剑士墨丘里 即可进入城内 眼看着 就要拿下 这巴库拉姆的 一系尔伦了 进入城中 会见到一位 意想不到的人 从王座之上 走了下来 顶情一看 这居然是 身着一身黑衣的 姐姐 卡丘亚 自从前些日子 姐姐从骑士团出走之后 德尼姆也日夜惦记着 姐姐的安危 能在此处相聚 自然实践姓氏 正欲尚且迎接时 却料想不到 卡丘亚居然八剑 砍向了主角 德尼姆大惊失色 必闪躲过这一击后 跌坐在地上 脸上写满了茫然 和困惑 向后望去 主角发现了 那位独眼的骑士团长 随后 这位骑士团长 带着卡丘亚离开 而巴尔泽峰和奥兹 则协助巴库拉姆人 守备内城 不希望罗蒂斯 支配瓦雷利亚的骑士团 燃起斗志 争取在巴库拉姆人的 援军到达前 迅速将城中 如困兽一般的敌军 消灭殆尽 战斗中 我们会质问巴尔泽峰 关于普朗西神父 也就是自己父亲 身在何处 但对方如我们所料 坚口不严 这里迅速将两名头目 击杀掉即可 其余的巴库拉姆人 则会当即 鸟兽散 弃城逃跑 二人中 巴尔泽峰成功逃脱 而奥兹马那位残暴的 弟弟奥兹 则被一箭射中要害 一命呜呼 随着飞达克城的陷落 L线的第三章 就此结束 L线的第三章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之前一直都走的L线 而L线在第二三章 是没有分支的 不过LCN三线最终 都会并入第四章 也就是说 这第四章是三线通用的 所以如果想要继续讲 第四章的话 最好先把前面三线剧情的 变化先讲完 但L线既然已经到这里了 不继续把结局讲完的话 就有点掉人胃口了 所以咱们还是直接继续 进入第四章 The Bokrum reeled as rumor after rumor flooded in following the fall of Fidok Castle the leader of their enemy a youth scarce old enough to shave their own Abuna Branton a man unworthy of their trust the Dark Knights routed in the field of battle but above all else the news that King Dorgalawa's daughter still lived in their desperation the people wept the people wept they yearned for a righteous leader a savior to bring them prosperity the Lady Karshua was the answer to their prayers Lancelot Tartaros Mouthpiece of the Holy Laodicean Empire recognized Karshua as the rightful heir to the Valerian throne the quarrel over succession was officially laid to rest by Lancelot's accounting this prior unrest as he named it stemmed not from a deep-rooted divide between clans but instead from the misdeeds of a handful of power-hungry men the history books would speak of no great Valerian war yet only the landed and the nobility paid any service to Lancelot's tale for those who resented the ascendancy of the Bokrum words made a poor salve the wounds they had suffered would not heal without further bloodshed so it was that while the lie of the battlefield changed the war raged on what had once been seen as a clash of clans became a rift between rulers and the world a struggle to break free from the yoke of oppression 菲达克城的陷落 导致民众逐渐丧失了 对如今的摄政王 布兰塔的信任 而塔尔塔洛斯 宣布发现了 多尔加鲁亚王的私生女的事 则更加的令人震惊 让瓦雷利亚的公主成为女王 十分符合如今期待战局 迅速结束的人民的期望 兰斯洛特想要否认内战的根基 进而 希望巴库拉姆人控制继承人后 和平统一 这一意图 却被大家一眼看穿了 岛屿南部的居民 可不会轻易地 向北方的贵族和特权阶层妥协 在南部民族的两位小雄 相继与命之后 瓦雷利亚的民族纷争 逐渐烟化成为阶级斗争 之后画面转到 关押圣骑士兰斯洛特的地牢中 这位在塞提基内亚 酒精沙场的骑士 如今被吊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中 饱受折磨 此处即是两位骑士对话的名场面 兰斯洛特认为 罗蒂斯人用力量束缚人民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而塔尔塔罗斯则表示 人民可并不觉得这是束缚 他们渴望被力量所支配 这世上本就没有多少人拥有自由的意志 那些英雄们在革命中流血牺牲 誓死保护的民众 也不过就是一旦有机会 就会置身事外的懦夫罢了 兰斯洛特表示 民众只是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已经筋疲力竭 又何必苛责呢 塔尔塔罗斯则继续说 正因为他们是弱者才不会抱怨 实际上成为弱者是他们所渴望的 真正的强大和自由不是别人给予的东西 而是要自己争取的 兰斯洛特反驳说 人类并非天生懒惰 只是并非人人都有足够强大的内心 塔尔塔罗斯则冷笑一声说 既然人们没有能力追求自己的理想 那自然只能由支配者来赐予他们 人人生而背负众人 为一级私利而犯下罪行 却总想以他人和世界为借口开脱 而我们能做的 就是通过管理消除这些混乱 让这世界秩序井然 兰斯洛特再次怒斥对方的逻辑 违背人民意志虐待又算什么管理 塔尔塔罗斯则再次坚定地说 我只是在人体的其他组织被影响之前 把这些毒瘤去掉罢了 兰斯洛特反驳 可是人体是会自我修复的 塔尔塔罗斯笑道 那就一直等着他修复 这时卡丘亚突然出现 塔尔塔罗斯表示 只要公主还在罗迪斯人的手中 瓦雷利亚就是罗迪斯的普通 卡丘亚也吐露心声 自己是如此爱着弟弟 但弟弟却并不在意 既然得不到 那不如毁灭好了 这段幕间结束后 来到第四章的标题 携手共进 在暗黑骑士团的特意宣传下 现在整个瓦雷利亚的居民 都知道了贝尔萨利亚奥威利斯公主 宜然在世的消息 摄政布兰塔 以及许多前 多尔加鲁亚王麾下的众臣们 都出席了公主的父权仪式 巴库拉姆和罗迪斯也重申了 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然而 作为王位的真正法理继承人的公主本人 如今却不知所踪 巴库拉姆人和暗黑骑士 正在勾心斗角地争夺权力 甚至两方同时出现了分裂 菲拉哈教众 要求救主回复教权 而暗黑骑士中 也有反对莱姆屠杀的声音 同时根据密探来报 我们也知晓了圣骑士兰斯洛特 如今正被囚禁在海姆的地牢里 在这复杂的局势下 作为合并了加尔加斯坦和瓦尔斯塔的势力 德尼姆的解放军骑士团 如今要走任何一步骑 都要足够谨慎才行 一日 布里冈特斯城传来了消息 守城部队发动了叛乱 守军希望自己的解放军首领 能够向法里继承人势力 也就是把库拉姆军队投降 我们当然断然拒绝 继续深入了解 我们发现此举可能是非拉哈较重的行为 乱世分酒必合 人们也都在渴望统一 姐姐卡丘亚 如今的瓦雷利亚公主 就如同救世主的存在一样 她的出现 确实让其中的一方统一 有了很高的合法性 出现一些叛乱 倒也不足为奇 但为了不重蹈当年几位萧雄的覆辙 德尼姆决定先不使用武力 而是亲自前往会见教团的负责人 聆听他们的诉求 寻求和平的解决 来到主导西北方的布列纲特斯城 虽然我方并无战役 但狂热的教团分子 却以我们携带了武装为由 不允许部队进入 交涉无果 只能采取下策开战 平息叛乱后 会进入城内 城内的僧侣们 也对我们充满敌意 眼见着形势不妙 或许只能采取武力战压手段 但就在此关头 一位神秘的女性僧侣 突然开始出现 对双方进行居中调停 她自我介绍说 自己名为奥利维亚 而接下来 她要带我们去见一个人 普朗西神父 我们前面提到过 普朗西神父 其实正是德尼姆的父亲 瓦雷利亚解放战线中的人 将普朗西从海姆的 诗人之谷救了出来 后来被秘密地 安置在了布里冈特斯城 得知父亲正在城中 德尼姆十分地惊讶 这位老人经历了 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逼供 如今延延一息 见到德尼姆后 主角和神父二人都百感交集 然而神父普朗西知道 如今自己时日不多 因此强行打起精神 将卡丘亚的绅士故事 告诉了德尼姆 当时的王后贝尔纳塔 得知了侍女马纳弗洛亚 与国王有染之后 失望至极 万万想不到这位最心爱的随从 会背叛自己 王后本想将她押入大牢 但却得知了这位侍女 已经怀有身孕 只得暂缓行事 而马纳弗洛亚 则在当天夜晚 以暴雨作为前行的幕布 趁乱从宫廷中逃了出去 但谁也没有料到 这夜幕之下 有人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那便是当时担任菲拉哈教会要职的布兰塔和普朗西两位神父 马纳弗洛亚生下公主后不久便死去了 普朗西神父出于怜悯 加上自己的女儿刚刚雕折 因而她听从了布兰塔的建议 收留了公主作为自己的女儿 并决心将其抚养成人 而布兰塔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她将这件事作为了政治筹码 要挟了王后获得私教的职位 也为以后在政治上的平补青云奠定了基础 布兰西说道 自己所悔恨的 不仅仅是她被布兰塔的阴谋所利用 同时也悔恨当初不应将公主隐藏起来 而是应当直接带到王的身边 这样不但王子有了玩伴以后 或许有机会幸存 有了继承者的备选 岛屿的内乱或许从来都不会发生 然而将公主藏起来这件事 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自己的私心 当面前的小女孩已经能压压学语 用稚嫩的声音叫自己父亲的时候 刚刚失去了亲生女儿的神父 还是没能忍心将孩子送回宫廷 所有人的心里都被布兰塔拿捏得死死的 神父将话题拉回来 说到目前的暗黑骑士团利用卡丘亚的真实目的 其实也并非什么瓦雷利亚的继承权或是霸权 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而言 瓦雷利亚无论是谁胜出都是无所谓的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所谓的多尔加鲁亚王的遗产 而只有王的血脉才能打开王母封印 并见到这些遗产 一旦达成目的 卡丘亚就会被他们除掉 神父布朗西用尽最后的力气告诫德尼姆说 救救你的姐姐 二人虽非亲兄妹但一直情同手足 去找菲拉哈的大神官墨尔巴 一起阻止罗蒂斯的阴谋得逞 说完这些话 神父一直坚持着的精神突然释放 目光涣散 而他临终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是对不起 终究以一己之死里将卡丘亚藏匿 而使得天下大乱的神父普朗西 刻然尝试 他显然不是圣人 将感情清楚到养女的身上 将其当作了自己的女儿 而他也并非十恶不赦的罪人 忏悔和亡羊补牢 是他死前唯一挂念的事 我们的主角 瓦尔斯塔的英雄 如今也不过十八岁 失去了父亲的悲痛 又不知多少时间才能抚平呢 情绪暂时稳定后 僧侣奥利维亚进一步告知了 德尼姆一个关键消息 布兰塔和普朗西 其实是亲兄弟 而德尼姆从一开始 也并非瓦尔斯塔人 而是巴古拉姆人 幼时的德尼姆 曾在王都海姆生活 而自从私生女变故后 父亲便带着自己 隐姓埋名 来到了瓦尔斯塔人的土地上生活 奥威利亚上前进一步说 其实 作为海姆成摩尔巴神官的 四个女儿之一 自己便是幼时德尼姆的玩伴 青梅竹马的邻家姐姐 为了唤醒德尼姆的记忆 他提到曾和幼时德尼姆在深水区玩耍 差点溺水身亡 幸亏大姐塞里将二人救下 而自己头上的伤疤 便是当时留下的 德尼姆在这些引导之下 终于回忆起了这一切 包括自己是巴古拉姆人 这个事实 这之前的一切战斗 以及这些战斗所守护的事物 其意义逐渐地开始模糊 而未来到底要构建怎样的新世界图景 其答案反而因为自己巴古拉姆人的身份 而越发地清晰 那便是建立让所有民族安居乐业的共同家园 而非贵族和肖雄们等级森严的体系 德尼姆终于从这千头万绪中理清思路 我们感谢奥利维亚的告知和引导 此次菲拉哈较重的叛乱 也就此停息 奥利维亚提到 自己也不清楚父亲摩尔巴的下落 不过他全力斗争失败后 曾经表明要找回信仰 因而极有可能回到了 祭祀菲拉哈的神殿中 除了海姆神殿外 另一座神殿 位于邦哈姆巴岛 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找到大神观摩尔巴 听取关于多尔加鲁亚王遗产的情报 并想办法拿下王独海姆 阻止罗蒂斯人的阴谋 这时如果回到阿尔莫里卡 就会发生一段剧情 华伦等人会说明 泽诺比亚人来到岛上的真实目的 当年 曾经在塞提基内亚战争中 立下汉马功劳的圣剑布伦希尔德 被人盗走了 而根据可靠消息 圣剑很可能是被人带到了瓦雷利亚 此剑可并非单纯的武器 同时它有和神明沟通的力量 一旦被滥用 后果非同小可 因而兰斯洛特等人主动提出 让圣王托利斯坦 借着圣剑被盗之名 将自己庶人流放过来 一来是惩罚圣骑士团护卫宝剑布周 二来是借流放之名 前来寻找圣剑的下落 将功不过 得知了这一重要情报 结合之前了解到的王子宝藏的故事 我们也不得不将二者产生联想 从这里开始 有一些角色的支线剧情 也可以进行了 包括诗术诗的老巢 百层的死至宫殿 海盗猖獗的无法者之镇奥米修 以及地图边缘的古代神殿等等 其中有些地图也是游戏中极具挑战的隐藏迷宫 除了可以收得一些同伴以外 还可以获得极其强大的魔法作为奖励 但篇幅所限 我们这里还是把精力集中在主线之上 部队乘船从港镇阿什顿向西 来到海顿山会发现 巴库拉玛人竟然已经在此处构筑了防线 穿过以后 就可以到达邦哈姆巴神殿了 然而刚一进来 我们就发现了一位 与奥利维亚长相颇为相似的女性僧侣 正在逼问一位白絮老者 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位老者正是穆尔巴 而前面的女子居然是她的四位女儿之一 魔术师雪莉 雪莉面对父亲不依不饶 希望能逼问出关键的禁咒所在 神官倒是神色坚定 因而雪莉不得不命令手下将父亲压戒到海姆 无巧不成书 主角们刚好遇到压戒神官的卫兵 德尼姆当即立端 一剑将卫兵赐死 救下了这位长袍老者 接下来就要面对雪莉追击的部队了 这位大姐姐居然还认识我们 战斗中的对话也显示出 这位要强的女孩 在之后的成长中不断地渴望力量 白脱成为弱者的命运 后来居然与布兰塔联合 而与父亲为敌 胜利以后 雪莉暂时撤退 我们也终于得到了和摩尔巴对话的机会 神官知道了我们战争的目的 并非是像龙威和巴尔巴托斯一样称霸一方 而是要避免这些枭雄的出现 让民众远离战争 像托尔加鲁亚王时代一样 团结一致 不过神官也叹息一声说 人民期待的救世主 此时正在暗黑骑士团的手上 而如果德尼姆要取而代之 和卡丘亚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 不知主角是否有此觉悟呢 这里要有个关键选项 与之后卡丘亚的一处关卡相关 但无论如何选择 之后都有机会实现所有的结局 所以也不必太过在意 遵从内心直接选择即可 这里我选择了 即便是战斗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随后大神官便同我们一同离开了神殿 大神官的加入 也预示着解放军和菲拉哈教会的正式和解 镜头来到王独海姆 摄政王布兰塔从噩梦之中惊醒 同时他也经文寻找晋咒失败的消息 不禁更加的担心了起来 自从公主出现 这位摄政王的位置岌岌可危 如若不做些什么的话 他的权利早晚会落入卡丘亚和暗黑骑士之手 但此时的忧郁与彷徨也是徒劳无益的 想要破局 这位摄政王还得认真地想些办法 回到前线的飞达课程 密探来报说 找到了公主的消息 他此时正在巴尼西亚城参加暗黑骑士的军事演习 看来布兰塔的确没能控制住卡丘亚 主角略加斯考制定了行动计划 计划表面上的名义是从罗迪斯的手中救出公主 这一行为十分的名正言顺 小莱不会受到巴库拉姆民众的反对 我们的目标是在巴库拉姆人救援前 从暗黑骑士手里夺回巴尼西亚城 如果队伍中有剑圣哈伯利姆的话 就可以顺便把暗黑骑士奥兹马的直线做了 还记得这位大姐吗 她便是在任务中死去暗黑骑士奥兹的姐姐 也是盲眼剑圣哈伯利姆 在被巴尔泽丰流放前在罗迪斯订婚的未婚妻 她经历了丧尸弟弟的痛苦 并亲眼看到了哈伯利姆现身解放军以后 发现暗黑骑士团告诉她的一切都是谎言 哈伯利姆解释说 自己并非是父而是被罗迪斯肃清 正如瓦雷利亚的情形一般 罗迪斯人也早就该醒悟了 加上之前奥兹马在巴尔泽丰处得到的印证 她终于意识到 背叛祖国的是巴尔泽丰等人 而并非哈伯利姆和自己 现在回悟还来得及 最终这位女骑士决定投降 营地里哈伯利姆对未婚妻 讲述了自己经历的事 哥哥巴尔泽丰曾经是罗斯罗里安和教皇派的狂热支持者 他极恶如仇 对罗迪斯元老院干政和轻视下层贵族的行为极为愤恨 然而当他求父亲沃格拉斯准将 在议会上支持自己提案的时候 却遭到了父亲无情的嘲讽 准将决定严格限制暗黑骑士团的权力 并且对本来打入罗斯罗里安内部作卧底 结果却背叛到对方立场上的儿子极为失望 最终父子因为不可调和的政见不合 狂热的巴尔泽丰一剑被刺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一切都被弟弟哈伯利姆看在了眼里 而弟弟却并不屈服 结果就被兄长诬陷是父 弄瞎了双眼逐出了国家 而令哈伯利姆更为出离愤怒的 是这些教皇派的人居然以爱国者自居 让罗迪斯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怖和狂热的国家 这位剑术高超的盲人发誓也为父母复仇 为祖国复仇 因而想办法来到了暗黑骑士团此刻所在的瓦雷里 当一切真相浮现 奥兹马曾经怨恨的那个被流放的叛国者消失了 勇敢而强大的剑圣再次归来 在今后的日子里 他发誓要成为哈伯利姆的眼睛 为他见证和讲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说到奥兹马这位强力队友之后 整备部队编制 我们的目标是巴尼西亚城的卡丘亚公主 从菲达克向北进攻巴库拉姆守军 突破凡尼萨一刀和蓝北斯丘陵 来到左右西游铁 在这里我们会面对冥顽不灵的暗黑骑士安德拉斯 对话中我们得知 安德拉斯是一名尼尔达姆人 尼尔达姆是东方大陆的一个国家 在罗迪斯的光艳十字军远征之中被灭掉 一名亡国奴却为罗迪斯卖命 也怪不得奥兹马会怒斥 他并非所谓的爱国者和战士 只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胆小鬼 战胜安德拉斯后终于来到了巴尼西亚城下 突破城门进入中庭 会面对凶暴的暗黑骑士巴尔巴斯 他本想使用一把火枪对敌 然而火枪走火干掉了自己人 因而他气急败坏地再次提剑上场 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火枪其实是一处伏笔 我们之后还有一个地方要说的 利用能积载行动的方式站住据点 逐渐抵消地形优势 就能将对手逐个击破了 继续从中庭进入城内 此战我们终于可以和暗黑骑士团的首领 逆绝胜负了 其中的种种恩怨 我们已经不想多加过问 唯一挂心的便是卡丘亚的存活 因而我们在战场上不断质问姐姐的下落 但这位独眼骑士却反过来训斥说 瓦雷利亚的真王选择了我们 你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大逆无道 如果想要岛上的一切恢复秩序 那就要相信罗迪斯作为战争调节者的身份 这些荒谬的言论无法迷惑德尼姆 战场上也只有实力说话 在强力魔法的狂轰滥炸之下 塔尔塔罗斯终究寡不敌众 从战场脱离 接下来我们终于要面对卡丘亚了 这位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姐姐 我们在城外的一间破败房屋中 找到了卡丘亚 她对主角充满了抗拒 不断地强化自己是贝尔萨利亚奥威利斯公主 而非德尼姆姐姐这一认知 尽管德尼姆一直都能敞开心扉 却不被卡丘亚信任 姐姐询问道 为什么弃我而去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注意啊 此处的选项关乎结局 这里的选择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反直觉 不看攻略 基本只能碰运气了 还好命运之轮系统 允许玩家回到此处重新选择 事已至此 其实剧透也没什么了 这里的选择 与当初在邦哈姆巴神殿的选择 对待卡丘亚的态度是对应的 如果当初选择了无法与卡丘亚战斗的话 那么在此处就可以选择确实是这样 即可避免卡丘亚的自杀 否则的话 就会有一段卡丘亚自杀的情节 这里我们也演示出来 当我们的主角满口仁义道德和战争的时候 卡丘亚的表情就会越来越扭曲 尤其是当我们提到姐姐的力量可以终结战争 卡丘亚终于意识到 面前这位主角 不过就是另一个像暗黑骑士团一样 希望利用自己的人罢了 自己不过是弟弟全谋体系中的一颗棋子 一直以来 就十分的抑郁和不安的卡丘亚终于崩溃 他拿出匕首 刺向自己的胸膛 瓦雷利亚正统继承人 德尼姆相依为命的姐姐 相消欲云 而这也会导致最终的结局有所不同 不过这里我们还是先回来 看卡丘亚存活的情况 如果选项都选对了的话 德尼姆的说辞则会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就会从亲情出发 表达对姐姐的依恋之情 父亲过世时也说了 如果当时能将卡丘亚送回宫殿 这一切战乱或许都将避免 然而父亲舍不得 作为弟弟的自己和当初父亲的心情是相似的 自己又如何能舍得这一切呢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姐弟二人如今 已经是这世界上唯一能相互信赖 相互依恋的关系了 听到德尼姆这番话 卡丘亚的眼泪夺眶而出 终于 他感受到自己在这世上并不孤独 弟弟也并未背叛自己 这些信念支撑着自己 继续作为瓦雷利亚的继承者 坚强地活下去 如此就能走向卡丘亚存活的结局 黄旗二的结局其实并不复杂 除了隐藏节旗中一些额外的简略交代以外 主要就是这里的分支 导致的卡丘亚存活或者死亡 两种结局 我个人觉得 这里如果跟L线C线的选择 扯上一些关系 可能会更加的自然和深刻一点 L线的主角 更有可能将姐姐视为大意之下的某种必然的棋子 而姐姐的反常举动却刚好破坏和警醒了L线的主角 这充满讽刺的伦理之警钟 也必将在主角今后的生涯中时常回响 而在C线 德尼姆则更可能会依恋姐弟之间的情感 并更有可能对父亲的行为持正面的态度 以而能成功劝阻卡丘亚的自杀 让父亲当初这一背叛了秩序的行为 得到一个美满的结局 巴尼西亚城陷落了 暗黑骑士团撤回到了王独海姆 这里我们先回到菲达克城 在卡丘亚存活的情况下 她将作为瓦雷利亚的新王 成为解放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 经历了之前的生死离别和感情纠葛 这位王女逐渐退去了青涩和蛮横的少女气质 而逐渐体现出了她的优雅与帝王之气 她甚至提出要加入前线的亲征 亲手为这场战争画上句号 巴库拉姆虽然失去了暗黑骑士团的庇护 但依然有大量军力囤聚在王独海姆 而这座当年救亡国的首都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最终的目标 在东边岛屿的格里姆斯比镇 有个小支线 可以在这里从暗黑骑士的手中 救下南方大陆巴尔巴乌达的火枪手伦德尔 在北方的森林也可以收到驯兽师钢普 在瓦雷利亚南方的港镇奥米兄 如果之前触发了海盗阿塞尔斯坦的支线 现在也可以通过之后的连续战斗 将它正式收为同伴了 同时也可以去探索一下传说中 让冒险者九死一生的海盗墓地 看看所谓海盗的宝藏到底是什么 一切整备完毕后继续主线 由于之前在巴尼西亚城陷落时 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的暗黑骑士 和巴库拉姆的精锐 因而从巴尼西亚向南 迅速逼近海姆的路途就非常顺利 因此在博尔的沙漠和维亚拉姆镇 挫败敌方阻击后 终于来到了海姆城下 这里曾经是瓦雷利亚最高统治者的居城 如今被布兰塔窃取和实质性地篡权了 在瓦雷利亚王站在我们这边的情况下 只要消灭了这里的步伐之徒 一个时代的和平就近在眼前了 尽管我们钦佩视此如归的巴库拉姆骑士们 但布兰塔集团逆流而动的结局 可不是战士们简单的个人意志所能改变的 从城南穿过了高耸的城墙 进入王都内部突破中庭 布兰塔本来准备和塔尔塔罗斯 一同组织起最后的抵抗 然而这位暗黑骑士和副手们居然临阵辞行 表示巴库拉姆大势已去 自己也要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 布兰塔大怒至悲为好 卢燕骑士突然赶到后颈 一阵冰凉 原来是暗黑骑士巴尔巴斯等人 早已被巴库拉姆人手买 此时正用大剑抵抑着自己的要害 马尔提姆和安德拉斯也同样的倒戈 迅速控制住了巴尔子锋与沃拉克 天下文明的暗黑骑士团罗斯罗里安 居然在此刻从内部产生了矛盾 实在令人震惊 这仅剩的三位忠于罗蒂斯的骑士 随后便都被布兰塔囚禁了吉兰 内城的马尔提姆一番谈话表明了自己背叛的目的 他怀疑总长要独吞多尔加鲁亚王的遗产 因而决定自己用布鲁西尔德开启封印见证一切 而安德拉斯 这位尼尔达姆人并未忘记自己的祖国 被光艳十字军灭掉的仇恨 而是一直隐忍到了现在 找到了这次的大好时机 塔尔塔罗斯则不以为然 表示这几位背叛者的结局都不会太好 待到叛徒们离开后 三人寻找时机 将捆绑自己的绳索挣脱 从海姆城逃了出去 看过这段插曲 让我们跟随主角继续来到城内 暗黑骑士们先行撤退到了 先王修建的园林空中停阅里 只留下了孤立无援的布鲁塔 和最后忠诚的巴库拉姆人 对我们进行迎击 这场战斗自然是毫无悬念的 布鲁塔以共同治理天下为诱而劝降 但被我们义以正词严地拒绝了 布鲁塔随后透露说 即便是他自己不把罗迪斯人招进门来 这些人也一样会进来的 因为这些暗黑骑士早就盯上了瓦利利亚 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使命 而唯有自己陷于罗迪斯人妥协 保护最基本的主权 之后才能趁机通过各种内政外交手段 排除罗迪斯的干涉 如果这件事交给其他人来做的话 只会变得更糟 不过德尼姆则反驳说 布鲁塔不过只是为了篡权罢了 这些话说得倒是漂亮 否则将公主出生之事告诉多尔加鲁亚 让他们妇女相认 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布鲁塔苦笑说 公主如果不是作为平民出生 你以为她在宫廷中真能生得下来吗 无必哀叹和抱怨 这世界的规则便是圣者为王 同时她也指出 主角同样是牺牲了诸多人的生命 才获得了今天的地位 和自己又有何不同呢 多说无意 战胜她的亲卫队 终于我们亲手送这位玩弄卷属的私教 下了地狱 拿下王独海姆 标志着瓦雷利亚再次重归一统 卡丘亚公主叮嘱手下 布德图鲁和伤害巴库拉姆人 今后 统一的瓦雷利亚将再次实施先王的民族融合政策 如同黄旗一一样 统一并不是结束 最终的战斗将在空中庭院打响 追击暗黑骑士团与党的同时 也要进一步理解罗蒂斯人来此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备战之时 我们也在尝试寻找之前失踪的圣骑士 兰斯洛特 在王独海姆庇护所的一处房间里 我们找到了这位来自泽诺比亚的骑士 他果然还活着 然而经历了炼狱一般的折磨 这位勇敢的骑士已经精神恍顾 神志不清 我们感谢了照顾他的善良少女 走上前去打招呼 这名遍体鳞伤的骑士已经不记得主角了 无论说什么 他都痴呆一般地望向大海 似乎想回到海的另一边 塞提基内亚的祖国 泽诺比亚 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令人担忧 当我们再次开启这位骑士 永远待在身边的八银河时 他的眼神突然开始变化 目光从窗外的大海转向了主角 他伸手似乎要抓住什么 想发出声音 却只能无力低吼 终而泪流满面 想当初 正是他告诉我们这八银河 是他妻子的遗物 每次听到八银河的声音 他都会回想起名为生命的责任 从而继续奋战 但如今 这位战士再也无法提借 为他的人民而战斗了 我们给照顾他的少女 留下了足够的物资离开 而这位少女 则将骑士的配件轮巴地 交给了我们 整备部队 大家一同向东方的空中庭院挺进 此处即便是作为一处王室的宫廷园林 其规模也显得有些大了 果不其然 暗黑骑士团正在此保卫和掩护内部的罗迪斯人 击败敌人逐层向上攀登 这里就是真正的最终离宫了 层数多 而敌人也相对非常难缠 在十八层的天地侠系 会遇到阻挡我们的安德拉斯 这渴望复仇的尼尔达姆人 以为我们的主角也和他相似 但并非如此 双手沾满鲜血的主角 早已将瓦雷利亚全民的福祉 赤于了所谓民族的复仇和牺牲之上 将其打倒 他会透露 巴尔巴斯等人 先去了多尔加鲁亚王之墓 墓地就在空中庭院的地下 尽管没有了汪池血脉卡丘亚 难以解开封印 但他们拥有从泽诺比亚到取的圣剑布伦西尔德 其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的墓地 解开王子宝藏的封印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迅速赶往地下墓地 来到地下古代遗迹之前 此处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圣剑 将封印解开的场景 击败殿后敌军部队后迅速追上 在内部石柱阵中 巴尔巴斯尝试用圣剑开启混沌之门 在此关头 主角等人赶到 最终的反派总要对我们解释原委 此处也不例外 当初 多尔加鲁亚王作为获得了一切的男人 却唯独缺少再生的能力 在他相继失去了孩子和妻子以后 不断地向神明祷告去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的王 心灰意冷 决定使用恶魔的力量 他在瓦利利亚境内 找到了一处遗迹 此处正是奥加战争 最后并未被完全关闭的混沌之门 他利用自己的肉体将其打开 接受了魔戒的力量 这也就是王之血脉 能打开混沌之门的原因 此刻 巴尔巴斯准备利用圣剑布伦西尔德 开启魔戒入口 要阻止这些阴谋家 也只有我们了 迅速将二人解决掉之后 会发现混沌之门的开启 似乎不可避免 而真正的最终boss降临世间 这便是只身前往魔戒 并获得了永生之力的 多尔加鲁亚王 他自称瓦雷利亚之神 这次由布伦西尔德召唤来到了人间 目的是再次统治瓦雷利亚全域 此刻的王已然成为了生于黑暗的傲家 他即便再次到来 也只能给人间带来绝望和毁灭 开始战斗时 boss会召唤我们的队伍成员分身 不过对手的阵型较为分散 有利于我们集中优势兵力 分割包围并消灭之 打败了boss第一形态后 会进入真正的最终战 多尔加鲁亚王失去了全部理智 成为了魔戒的恶鬼 他的防御力极高 但邪恶终究敌不过正义 我们将一切资源都用上 有耐心的与boss周旋 注意防备其强力AOE魔法光辉 并慢慢地将其HP耗尽 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这位充满执念的多尔加鲁亚王被我们成功消灭后 混沌之门却逐渐有不受控的迹象 似乎还在继续地扩张 而如果就这么让他扩张下去的话 甚至有可能再次开启奥加战争 此刻 泽诺比亚的占星师华伦突然出现 尽管之前的战斗已经损耗了他大半体力 但他仍然用尽最后的力量 将骑士团成员用顺移魔法救走 而这位老者则通过自己全身的魔力 利用魔法使空中平原坍塌 以阻塞混沌之门 以此拯救全岛 乃至全世界的人类 至于他自己则不知生死 经历了最终战 就是皇家骑士团2的结局了 本作的结局只有三种 也就是好结局 坏结局 以及隐藏结局 不过最终的结局画面 会交代一些同伴不同的结局 而产生许多的变化 由于时间原因 我并没有收集全所有的角色 因此可能有些角色的结局 是有些缺失的 这里只能简单的展示一下 同时这里也并不包含命运之轮DLC的内容 简单说的话 DLC分别交代了花轮 蓝斯洛特和关于塔尔塔罗斯的一些可能的结局等等 这些DLC虽然不一定是原作想表达的内容 但应当解决了许多人心头的一些预见 游戏的三个结局 跟游戏路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跟卡丘亚的存活 以及民族友好度有关 首先我们来看好结局 也就是卡丘亚存活的结局 在卡丘亚既没有战死 也没有自杀的情况下 完成第四章即可达成好结局 她将以公主贝尔萨利亚的名义 被加冕为瓦雷利亚的女王 卡丘亚在发表演讲时的表现 说是更成熟了也好 说是更圆滑了也罢 但想来经历了如此多的战争和生离死别 她一定在其中学到了 如何成为一名负责任的统治者 为了瓦雷利亚的荣光而尽心尽力 L县的维斯则是一位真正的影子英雄 在古都莱姆的和解 体现了她的高瞻远瞩 在之后解放军和解放战线的联合中 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她影响了主角 让巴尔玛姆萨镇的牺牲 成为了德尼姆心头永远的警钟 我们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救出了卡丘亚 用双手引导和开创了一个崭新未来 姐姐也即将成为真正的王 卡诺普斯带着圣剑布伦西尔德 与其余的泽诺比亚骑士团成员 返回了赛提基内 虽然兰斯洛特已经神志不清 华伦生死未博 但大家坚信 未来总还有重聚的一天 拉维尼斯成了科里塔尼亚总督 作为加尔加斯坦和瓦尔斯塔的混血者 他肩负着民族融合政策的重任 想着女王有相似的经历 以及更重的责任 其实也仿佛受到了激励 对未来充满希望 之后主角会想到罗迪斯人 他们不知未来还会有怎样的企图 不如先下入围墙 自己今后准备先去罗迪斯 去会会这些未来的敌人 而更远的将来 德尼姆想去泽诺比亚看看 他想去圣骑士兰斯洛特的故乡 去感受是怎样美丽的国家和人民 让这位骑士愿意不惜一切地去守护 这时天上飘起了雪花 瓦雷利亚重归安静和祥和 海姆战役之后一千年 瓦雷利亚一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被载入史册 在制作人员名单之后 罗迪斯的三人组 在从叛徒手中逃脱 并藏一多时候 终于得以返回自己的国家 最终 To be continued 字样出现 也让人们对之后发生的故事 充满遐想 除了好结局之外 游戏还有两个结局 分别是坏结局和隐藏结局 坏结局的达成条件非常简单 在卡丘亚自杀或者战死的情况下通关 战胜多尔加鲁亚王 即可进入坏结局 主角德尼姆被加冕为瓦雷利亚的王 而主角的王位的合理性 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尤其是瓦尔斯塔国民战线 作为游击队 抵抗最为激烈 在他们看来 作为巴库拉姆人的德尼姆 背叛了瓦尔斯塔 大神官莫尔巴 也获得了民族激进派 在广泛展开暗杀行动 未来的一段时间 看来都不会太平 德尼姆在加冕典礼之前的一小时 黯然神声 他回忆起与姐姐度过的种种 质疑着自己走过的道路 大神官莫尔巴前来安慰德尼姆 主角也明白了 哪怕自己没有资格加冕为王 但也没有其他人能胜任 尤其是回想起父亲的嘱托后 更加理解了 这是自己不得不肩负的重任 之后的结局动画 也就是制作者的名单 会在这段哀伤的BGM中进行 而最终 会有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局 神卓礼服 头戴王冠的德尼姆在加冕典礼上进行演讲 要与噩梦一般的过去诀别 治愈人民的伤口 拥抱未来 相信 已经失去了姐姐的德尼姆 也是真心实意这么想的 也相信 瓦雷利亚在此时的德尼姆的统治下 能够拥有更光辉的明天 但是 正在此时 一名手持火枪的恐怖分子突然出现 高喊着 制裁德尼姆 光荣归于瓦尔斯塔的口号 一枪击中了德尼姆的胸腾 坏结局 就在此处戛然而止 火枪是来自南方8285打的先进武器 前面也有多次的铺垫 刚刚加冕为王的德尼姆 在此突然倒下 而且还是被瓦尔斯塔的民族主义分子所刺杀 不过这里我们先不多分析 直接来看最后的隐藏结局 隐藏结局 同样要求卡丘亚战死或者自杀 但在此基础上 瓦雷利亚各民族的民族好感度都不得小于三十 即可触发此结局 这个结局中前面和坏结局是相同的 而区别是最后的主角不会被刺杀 镜头会来到泽诺比亚的圣王托里斯坦 或者说特里斯坦这里 看过一代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一代真结局中 继承了新泽诺比亚国王的王子托里斯坦 他正和天空之吉尔巴特对话 他言语中表明 罗迪斯正集结部队大军压境 盈利有二十万之多 至于这个结局的未来 则并没有to be continued的字样 下来也并非官方承认的结局 而是个开放式结局 德尼姆能否领导人民成功抵御罗迪斯入侵 又会在这场战争中 有怎样神机妙算的奇谋 也是充满想象空间的 至此游戏的整条L线 和游戏的三个结局 都介绍完毕了 咱们把回味和品评留到最后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游戏的C线和N线 我将用比较简略的方式 过一遍剧情 并叙述其中和L线的区别 让我们将时间倒转 利用命运之轮系统 或者重开存档 回到当初哥利亚的英雄 来到瓦尔斯塔集中 营巴尔玛姆萨的场景 大家还记得吧 主角们发现此处的居民 没有抵抗的斗志 因而反过来将全阵居民屠杀 以团结瓦尔斯塔 并在国际社会上孤立 巴尔巴托斯书记清 当初在L线 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 执行公爵的命令 对巴尔玛姆萨进行了屠杀 之后的故事 前面都已经叙述了 齐袭加尔加斯坦 反叛公爵 打败莱奥纳多 消灭书记清 拿下菲达克 救出公主 打败布兰塔 并阻止了 多尔加鲁亚王复活 和开启奥加战争的野心 而当初如果拒绝屠城的话 又会如何呢 在这里选拒拒绝 莱奥纳多会突然一箭劈下我们 表示只是弄脏双手都不愿意做 恐怕是成不了大事的 姐姐则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 而维斯 则永远站在我们的队里面 在L县 他唾弃我们的屠杀行径 C县却面目大改 都是主席懦弱到这种程度 不配做领导者 莱奥纳多不顾我们的阻挠 面临手下继续执行屠城 而接下来我们的对手 就是这些假扮成加尔加斯坦的士兵 尽管将部分部队打败 但之前离开的莱奥纳多和维斯 依然率领部队继续对镇子进行了屠杀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的选择变了 但是镇子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三条路线中也确实有不少重复的情节 只能说作为一款不以自由度著称的SRPG来说 也可以理解吧 大概三天之后 he was obliged to retreat to the safety of his keep in Kuritenai As Galgastan faltered Mor joined the Wallister resistance until the rebel ranks had grown to fully threefold their former number It seemed only a matter of days before Barbatos would be brought out before his own walls to answer for what he had done As for Pavel through the Duke's scheming he has been named a mastermind of the massacre and a price put on his head resistance fighters and headhunters alike scour the high roads for him while Pavel finds temporary solace in the port town of Aston 与L线相比 没有了我们的加入 C线第二章的瓦尔斯塔更加的团结 加尔加斯坦的反对派也更加强大 熟悉情方面对反对派是毫无办法的 前线一再失守 公爵借着反对派和瓦尔斯塔各自治区 揭竿而起的大势攻城略地 将舒吉清逼退到了科里塔尼亚城 主角虽然没有听命执行屠杀 但却被诬陷为背叛了瓦尔斯塔进行屠城的主谋 被赏金猎人和解放军同时追杀 也只能暂时藏身港镇阿什顿等待时机了 卡丘亚对德尼姆不离不弃 卡诺普斯也同样知晓一切 一直在默默支持着主角 众人打算趁瓦尔斯塔人 陈兵死往西森林时 从阿什顿突围 同样的在阿什顿要面临强大的攻击手 雷神阿罗塞尔 这位瓦尔斯塔战士以为我们是真凶 前来为哥哥复仇 但一战过后我们却将他放走 继续前进 突破赏金猎人扎盘的围堵后 会再次见到阿罗塞尔 从卡尔加斯坦部队的围堵中将他救了出来 再次尝试解释 他终于愿意暂时加入我们 试图去了解事情的实际真相 继续进军 从波尔度湖畔突破 会见到维斯 而阿罗塞尔也终于在维斯这里 理解到了战争的真相 维斯准备在此处将所有人灭口 迅速上前狙击即可取胜 击退维斯以后 阿罗塞尔理解到这件事的主使是公爵 维斯 莱奥纳多 信仰崩塌的阿罗塞尔正式加入队伍 之后我们打算在斯旺西南方的库里扎罗镇 建立一个小型基地 作为我们逐渐开始传播真相 同时对抗公爵和熟机清的根据地 在库里扎罗打败留守的部队 可以救下一名骑士 福卡斯 福卡斯是瓦雷利亚解放战线的战士 他很感谢我们将西斯提纳救出 还记得第一章我们在古都莱姆救出的那位女战士吧 解放战线与我们的利益和方向出奇的一致 因而骑士提议说 如果主角们能帮助救出被海盗俘获的同伴 他也将说服组织报答我们 通过海路协助进攻古都莱姆 从而找到泽诺比亚的骑士们 以获得更可靠的根据地 在跨德里加要塞救出了魔术石板 在海盗的达姆萨要塞 救出再次被捕的西斯提纳即可实现承诺 众人一同前往博德要塞 即可见到瓦雷利亚解放战线的首领 战士塞里耶 其实经历了L县 我们知道塞里耶 西斯提纳 雪莉和奥利维亚 是大神官摩尔巴的四位女儿 其中塞里耶和西斯提纳参与了瓦雷利亚解放战线 他们拥护民族融合的政策 而奥利维亚则守护在菲拉哈教中 潘尼的雪莉则加入了巴库拉姆的阵营 塞里耶一开始见到主角时并不客气 但当他得知德尼姆是救出了手下众人的恩人后 多少还是改变了态度 我们了解到解放战线内部出现了分歧 塞里耶作为激进派 坚持要暗杀龙威 削弱如今势如破竹的瓦尔斯塔人 防止岛上出现互相抗衡的 巴库拉姆和瓦尔斯塔两方势力间无尽的战争和杀法 带到布兰塔迅速统一全岛之后 再将布兰塔暗杀窃取成果的同时 防止长期战争带来的流血和名声凋敝 而西斯提纳作为保守派 则相当地反对如此不靠谱的计划 正在两边争执之际 我们获得了前线的消息 龙威空爵居然已经攻克了克里塔尼亚 舒吉青也已经被处死 塞里耶说如今别有选择 必须加速暗杀龙威 以及促进巴库拉姆南下吞并无尔斯塔的计划 姐姐说妹妹理想虽然是好的 但无法落地 如同天空飞翔的鸟儿 无法理解地上楼椅的弱小无力一般 而妹妹则会觉得姐姐的各种计划 会导致无辜的人血流成河 即便胜利又有何意义 可见这里的赛里 就是L线主角等人的某种影子 出门找到西斯提纳 此处会有选项 可以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中 共同追求理想的未来 如此收得骑士 魔法师和女战士 这三位来自解放战线C线的重要同伴 我们迎头撞上了赏金猎人扎班的埋伏 在他这里 我们了解到公爵等人正在搜捕主角和周渔我们的骑士团 如今形势逐渐的明朗 公爵要抹出人们对屠杀的记忆 就必须对德尼姆等人赶尽杀绝 不过在两方打坐一团时 巴库拉姆人从北方进入了莱姆城 这里的情节与L线十分的相似 L线中与我们对峙的是V4的部队 此刻则是赏金猎人 兰斯洛特与巴尔巴斯的对决 也在此上演 之后不知所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扎潘趁兵荒马乱 接走了姐姐卡丘亚 主角正欲追击 却遭遇暗黑骑士马尔提姆的袭击 好在有泽诺比亚的吉尔达斯骑士殿后 我们才得以顺利脱身 莱姆城一战 骑士团遭遇了巨大打击 巴库拉姆人和瓦尔斯塔也正式开战 公爵虽然与罗斯罗莲签订了不干涉协议 但罗蒂斯人公然撕破协议入侵 令人措手不及 公爵命令全军北上遇敌 这也留给了我们游击队可乘之机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德尼姆率军连翼赶往阿尔莫里卡城 与解放战线成员一同 开始进攻这座瓦尔斯塔实际上的首都 同时还怀着能在此处找到姐姐的希望 首都的防守十分薄弱 只有一些雇佣军阻挡在城门之前 骑士团的其他成员与守军杀作一团时 扎盘继续逃向城内 主角赶紧追上去 却看到了守城的维斯 掀起扎盘没用 而将其一箭斩成两截的场景 姐姐卡丘亚也被当作人质带进了会议室 空虚的城内只有二人 也由此展开了C线第二章结尾 著名的对决 维斯的确对主角心中有极大的怨恨 这一切都来源于年少时 他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德尼姆无论什么方面都胜过维斯一头 也更加受亲人的喜爱和瞩目 维斯则将嫉妒和怨恨之情埋在心底 他甚至将这一切归咎于自己的父亲 与普朗西神父相比 自己的父亲只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罢了 一直到最近的巴尔玛姆萨事件时 他的这种逆反才真正爆发出来 尽管德尼姆一直以亲兄弟代之 但维斯真正无法释怀的 还有卡丘亚对德尼姆的爱 一点也不会分给自己 面对维斯疯狂的进攻 德尼姆一直没有放弃 他引导对方回忆当年友情的种种 但维斯此时已经冷血无情到极致 继续坚持一战会发生剧情 莱昂纳多出现 这位龙威公爵手下的骑士长 在主导了屠杀后 便一直作为公爵左膀右臂 攻城掠地 这次听说主城失守 燕尔从斯旺西森林前线 快马加鞭赶回 在维斯和德尼姆决战的 紧要关头出现 剧中调停 他对二人小以利弊 表示莱姆城此时已经泄露 如果解放战线 执意要率领那些 对屠杀有所怀疑的 瓦尔斯塔人 与公爵敌对的话 结果必将是两败俱伤 便宜了巴库拉姆人 莱昂纳多劝说 德尼姆回到公爵的身边 此前的反叛活动 犯下的所有罪行 都可以一笔勾销 这次的选择 将决定第三章的走向 如果拒绝与公爵合作的话 就是沿着C线 继续往前走 而如果接受合作的话 则会进入第三章的N线 这里我们先看N线第三章 再回过头来 看C线第三章 选择现在的确不是内斗的时候 我们代表的瓦尔斯塔反对派 和解放战线成员 就会与公爵和解休战 但维斯依然并不认同我们的加入 他愤然带着部队离开了公爵的队伍 此处会进入一段斗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章 第五章 这段动画描述了巴库拉姆从莱姆城南下的进军路线 以及瓦尔斯塔人的抵抗 戈鹏扎平原成为了最前线的战场 战事逐渐焦灼 巴库拉姆的摄政王布兰塔明白 虽然初期能拿到一些优势 但后期 一旦瓦尔斯塔人整编了加尔加斯坦的部队 在持久战中 自己将再也不是对手 暗黑骑士罗斯罗里安的动向 成了决定命运的关键 N线第三章开始 首先是暗黑骑士方面 巴尔斯丰 泽北巴尔巴斯等人 塔尔塔罗斯与奥兹马姐弟 被尤其对救走的普朗西等等剧情 和L线相比都没有太多变化 这里我们也就不再赘述了 回到公爵处 以巴尔玛姆萨为代价 公爵得到了整个南部集团的支持 加上上一章选择归顺的德尼姆骑士团 瓦尔斯塔的实力日益壮大 接下来他派遣莱奥纳多 去剿灭加尔加斯坦拒绝归降的渔党 并派遣德尼姆去追踪叛逃的维斯的去向 同时我们也知道了 泽诺比亚的几位骑士 在莱姆城一战中损失颇多 只有米尔丁和华伦回来了 其他几人则生死未卜 在阿尔莫里卡帮助莱纳多 消灭迪达罗率领的 依然忠于加尔加斯坦的部队 在L线中 还记得吧 这位助我们一臂之力的赫克托迪达罗 在此处 他只是阻碍潮流的 于中反动势力罢了 消灭他 并招安其余部队后 北上戈鹏扎平原前线 在这里访问负伤的泽诺比亚骑士 可以得知 暗黑骑士正在此处扫荡游击队 我们立刻意识到 瓦雷利亚解放战线的前线博德要塞 或许会有危险 迅速赶往博德要塞 发现已经太迟了 大量的游击队员被害 塞里耶也被俘虏 而凶手则是奥兹马姐弟为首的部队 这里普朗西神父同样会出城 他安抚塞里耶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德尼姆率领部队赶到时 神父已经被带走了 虽然由低到高的地形对我们极为不利 但奥兹的实力也并不算很强 迅速解决他即可取胜 塞里耶透露了普朗西 也就是主角的父亲依然存活的消息 并且表明了暗黑骑士团 到达瓦雷利亚另有所谋 不过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找到维斯的下落 回到阿尔莫里卡后 公爵会斥责我们为何要与暗黑骑士团战斗 还杀死了他们的高阶骑士 为了给我们将功补过的机会 公爵安排我们去阿什顿 解决那边加尔加斯坦鱼党的硬骨头 这里也会发生与艾欣相同的 与姐姐对话告知父亲存活的剧情 为了前往阿什顿 我们先去库里扎罗镇 救出困在跨德里加要塞的拉奥纳多 和他手下的瓦尔斯塔人 之后会在囚犯中找到盲人剑圣哈波利姆 还记得L线中 我们详细介绍了他的生平 这条路线中他同样会暂时加入我们 这位罗蒂斯人的终极敌人 是暗黑骑士团 因而利益与我们是相符的 一路向西来到港镇阿什顿 会发现这里的硬骨头鱼孽 居然正是泽诺比亚的骑士 吉尔达斯 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变成了僵尸一般的形态 这里可以营救出德伯尔多和奥利亚斯兄妹 战斗后一期对话就知道 吉尔达斯是被尸术式尼巴斯操纵 变成了僵尸 而面前的僧侣奥利亚斯 正是尼巴斯的女儿 德伯尔多则是尼巴斯 用反魂之术复活的儿子 不过拼接尸块之后 形成的痛苦之形态 可以说生不如死 二人的父亲 痴迷于研究反魂之术 还大量用活人进行实验 在世人看来 简直是丧尽天良 他这种行为 让女儿与父亲 有不得不解决的恩怨 因而二人也都加入了解放军 要解决镇子上的加尔加斯坦将士兵 也不得不来到尼巴斯在此的根据地 邦哈姆巴道 在海顿山解决尼巴斯 另一个家族的妻子 实属师卡桑德拉 在神殿 击败奥利亚斯的同父异母女儿 克雷西达 即可进一步来到达姆萨要塞 找到尼巴斯本人 他将毕生心血 倾注到了杰尔达斯的尸体之上进行实验 但结果却失败了 恰好德尼姆来到此处 尼巴斯心生一剂 对杰尔达斯的僵尸说 如若不是救德尼姆 你便不会死 心充满恨意 他想借此尝试 能否用反魂术 让尸体的心智同样复活 自然了 这里是一场恶战 尽管曾经救过自己 但面对杰尔达斯疯狂的进攻 我们也只能痛下杀手 讲起进化 好在这位骑士在被我们进化之前 终于回想起了一切 最后也得以含笑而终 但尼巴斯却借此机会逃走了 关于他的剧情 后面可以在死之宫殿继续 不过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了 在阿尔莫里卡城 卡丘亚独自站在湖边的剧情 同样会出发 塔尔塔罗斯会将卡丘亚 作为瓦雷利亚的公主带回海姆 而他的目的就是利用他的血脉 打开王子遗产 解决了阿尔顿的加尔加斯坦 遇挡后回到都城 暂时搁置姐姐失踪的问题 与公爵等人商议下一步计划 南部瓦尔斯塔和加尔加斯坦的联合领域 有大量人力资源 因而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唯一不安定因素就是暗黑骑士团了 公爵提出可以假装让暗黑骑士团居中调停于巴赫拉姆角合 而之后趁罗斯罗里安的人不备 对他们发动袭击 这次可以说是罪翁之以不再久 此次计划是直接绑架最高指挥官 兰斯洛特·塔尔塔罗斯 将其作为人质要挟罗迪斯人 同时公爵布下了请军入瓮之计 将科里塔尼亚让给了加尔加斯坦的余党 以此作为和平会议上的烟雾弹 也可以诱补叛徒维斯 而主角等人的任务就是围攻科里塔尼亚 将被包围的敌军歼灭 随后绕到西侧在和平会议期间 趁着敌军没有防备之时 袭击莱姆促成最终计划的得逞 取到斯网西森林 来到科里塔尼亚城附近会发生一段剧情 维斯从城墙之上逃跑 看来他之前就藏匿在这附近 一路推平加尔加斯坦的抵抗 打败了加尔加斯坦最后的将军扎耶波斯以后 按照计划向东行军 此时在和平会议上 龙威公爵本想抓塔尔塔罗斯 但阴差阳错抓到了二号人物巴尔泽峰作为人质 只是这倔强而冷血的暗黑骑士 可并不愿意服从我们 德尼姆的部队此时已经到达 开始攻占莱姆 显然事态的发展相当的顺利 罗蒂斯的援军已经被人质威胁控制住 此处只剩下了少量的巴库拉姆部队守卫 进而一举的取胜以后 画面切毁了和平会议现场 莱奥纳多发现暗黑骑士们居然已经挣脱了绳索 打晕了守卫之后 从窗户逃出去了 而回到会议室后发现 龙威公爵居然被满脸是血的威斯控制住了 尽管莱奥纳多已经极尽自己的谈判技巧 希望让维斯冷静下来 但气急败坏的维斯 把自己悲惨的命运 愧疚于公爵和莱奥纳多 等人背叛了自己 而接受了德尼姆 终于 维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刀划过了龙威的脖梗 将其自杀 而一旁的卫兵健壮 立即上前 将维斯乱刀砍死 这位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主角阴影之下的少年 终于在死前 喊出了自己所爱之人的名字 卡丘亚 这就是维斯在恩县的结局 相对于L县的幕后英雄结局 恩县的维斯显得疯癫而执着 迷恋着卡丘亚的他生存的意义 似乎就只是做德尼姆的反面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Live Alive中 那名著名的反叛 维斯先是支持公爵的屠杀行为 以为自己站到了正确势力中 将主角排挤了出去 然而莱奥纳多等人 却不顾自己的反对 将主角再次召回解放军 维斯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多余之后 愤而反叛 一路逃避追杀的结局 是与瓦尔斯塔最高的贵族公爵一换一 并勇敢地喊出自己所爱之人的名字 憋屈了一辈子的维斯 死前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释放 当然了 这还不是维斯最惨的结局 在之后的C线之中 大家还可以期待一下 公爵死后 形势急转直下 解放军事迹低落 但莱奥纳多等人 还是通过发表演说 激励着仍然抱有理想的战士们 即便群龙无首 大家决定 还是先攻克菲达克城之后 再做决策 众人一股作气突破城门来到内城 不过莱奥纳多刚进入其中 便察觉到不对劲 城内空无一人 只见身着一袭黑衣的卡丘亚 摇摇晃晃地从王座背后走出 莱奥纳多见状迅速迎上去援护 但结局 却是被卡丘亚一刀刺中胸膛 卡丘亚本来没有太多力气 但毫无防备地 面临突如其来的致命一击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骑士 没有死于战场 反而不明不白地 送掉了自己的生命 可以说 即便是最后一刻 仍然心有不甘 之后 塔尔塔罗斯带着卡丘亚公主 从危险的菲达克之中离开 迅速击败奥兹马 即可获取菲达克城 在公爵和莱奥纳多 相继与命之后 解放军的三号人物 其实就是我们主角自己 德尼姆成为了领导者 恩线第三章 就此结束 而接下来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第四章的内容了 和L线是大同小异的 总体上说 恩线最大的变化 可能就是维斯 公爵和莱奥多 这几人的命运和结局 在巴尔玛姆撒反叛 之后又回到解放军的德尼姆 可以说是践行了 某种中立的策略 既不会为了理想 而完全不择手段的 弄脏双手 也不会做只是 大谈理想的空想家 而不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恩线的主角 也更像是被情势 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非主动为之 恩线主角 不会成为阶下球 和刀下鬼 但是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 或许也缺少认同和存在感 只能等着理想家们 和萧雄相继凋零 才能给出 恩线主角 站上时代之巅的机会 好的 恩线我们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回到 C线第二章结尾的那个选择题 我们既然拒绝了巴尔玛姆萨的屠杀 就应该和这些屠夫们 断绝的更彻底一点 如果此处选择和公爵 以及解放军彻底决裂 就会进入C线第三章 但尽管如此选择 莱奥纳独还是决定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时间 尼尔在大军从斯旺西森林调回阿尔莫里卡之前 决定放走德尼姆 由于主角的离开 尼尔维斯也就由此留在了解放军内部 事情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Four weeks have passed since the Archaeopolis of Rhyme fell to the Bacrum armies in hard fought battle but the fierce resistance of the Holy Knight Lancelot and his men took a heavy toll on the attackers and the Bacrum were forced to halt their advance meanwhile Duke Runway watched from Amoroke Castle as the raids on his outlying holdings grew bolder even as his own forces were occupied with the supporters of Balbatos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德尼姆呢 另一方面率领着游击队继续抵抗 沦为派遣莱奥纳多对游击队进行镇压 随着自己的悬赏越来越高 情绪愈加恶化 为了不牵扯太多平民 德尼姆决定还是从藏身之处阿什顿赶紧离开 这里的剧情和之前第三章开头类似 不过暗黑骑士团的会议室中 会出现一位来自解放军的使者 他们具体的商业内容我们之后就能知晓了 回到德尼姆这里 很明显主角和卡丘亚就接下来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分歧 德尼姆认为就应当乘虚而入 消灭科里塔尼亚的舒吉庆渔党 但姐姐觉得如此会让公爵渔翁得利 不过德尼姆更加高瞻远瞩 他觉得这次战争早已超越了民族之争 而是受压迫的百姓联合起来反抗贵族和外国的战争 因而此举可以团结加尔加斯坦人 让他们认识到跟随自己才是正义的 卡丘亚觉得弟弟过于任性 愤怒离开 我们刚从庇护所走出 就遇到了公爵派来的赏金猎人前来剿灭游击队 击退来袭的赏金猎人 我们按照既定计划向东 由于科里塔尼亚余党不多 只是简单不防 因此一路上非常顺利 这里与凹陷相同 在科里塔尼亚会遇到加尔加斯坦最后的将军 扎耶布斯 将其打败他会向北逃往布列刚特斯城 询问弗鲁会得知 原来科里塔尼亚城的防守布局 本就是为了引诱公爵的部队进来 随后再从三面合围之后消灭之 但是没想到的是还有意外收获 首先打过来的不是公爵 而是德尼姆的游击队 这直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弗鲁表示布列刚特斯还有自己的亲人 面临被保守派当作人质的风险 因而他全盘地将计划告知了我们 希望我们能尽快地扫清加尔加斯坦的保守派 让加尔加斯坦人再次团结起来 现在早已没人为了所谓虚无的民族纷争 拼命地给这些贵族卖命了 这之后 卡丘亚出走的剧情和之前是相同的 一路向北 突破尼巴斯的妻子卡桑德拉部下的缝线 来到了巴汉纳高原 这里我们能见到另一位老熟人 赫克托 迪达罗 L线中他是拿下加尔加斯坦的关键 N线里他是顽固的民族主义残余 而C线中 这位骑士虽然同样的愚忠 但他另一个战斗理由则显得更有说服力一点 那便是与未婚妻同生共死的誓言 而那位未婚妻 其实就是当初我们在库里扎罗镇上处决的 那自不必说集中兵力将其消灭 临死前他拜托我们留下他异媚克雷西达的性命 正在游戏队一直在向北进发时 王都海姆也获知了科里塔尼亚城沦陷的消息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民 知晓巴尔玛姆萨的真相 恐怕格里亚的英雄的实力也会日渐地壮大 司教布兰塔准备派前去搅局 但暗黑骑士对此却有意见分歧 相持不下之际 阿尔莫里卡的使者赶到 正是维斯 维斯毫不客气地向王座走去 左右卫兵连忙将其拦下 但布兰塔却赏识维斯的胆识 凶问对方到访何时 维斯示意罗蒂斯的骑士们退去 之后开始与布兰塔密谋 同样的 此刻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密谈的内容 但之后很快也就知道了 回到德尼姆的游击队 正式进入布列冈特斯城 突破城门后会见到尼巴斯 和他的女儿克雷西达 尼巴斯其实毫无战意 但克雷西达却执意要为母亲 以及姐姐复仇 此时扎耶布斯发话说 希望二人离开 相比这种俗士得失 还是尼巴斯的秘书研究更加重要 他对克雷西达说 你也要好好活下去 给将来的孩子们讲述 当年加尔加斯坦的光荣与挫折 随后德尼姆杀到内城 消灭了扎耶布斯的部队 扫清淑吉庆的余党 我们召集了加尔加斯坦人发表演说 首先表明了自己并非所谓的 哥利亚屠夫 而是贯彻了即便为了理想 也不会弄脏双手的理念 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 他明白了 所谓的瓦尔斯塔和加尔加斯坦 民族纷争 从来都不存在 无论在哪个年代 都是淑吉庆和公爵这样的全谋之徒 利用起这种矛盾挑起纷争 让人民互相仇恨 自己则回到高墙之内 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 一位加尔加斯坦老人询问德尼姆说 然而你同样是领导者 你有如何保证 不让我们重蹈前人的覆辙 德尼姆其实并没有答案 但从巴尔玛姆萨毅然决然地离开 在阿尔摩里卡与肮脏之人彻底决裂 都让德尼姆越来越坚信自己心中的正义 他只是坚定而有力地说 与其和他们走上同一条路 我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之后会听说解放军来袭 拿下了科里塔尼亚上的消息 再次返回科里塔尼亚的途中 会遇到我们之前救出的哈伯利姆 正好在此从追击他的部队之下将其救出 可以再次了解一遍他从罗蒂斯被流放的事 并将其受为同伴 画面来到了公爵和维斯会见的会议室 维斯表示塔尔塔罗斯已经同意了我方提案 原来公爵与暗黑骑士团结下了密约 要娶巴库拉姆而代之 成为罗蒂斯的伙伴国家 由此换取进攻巴库拉姆时 没有后顾之忧 回到德尼姆的骑士团 再次攻入科里塔尼亚城 会见到我们的老朋友莱奥纳多 他再次邀请德尼姆回到解放军 并表示可以拿扎耶波斯的手机作为投名状 这可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但是对理想有了更深理解的德尼姆并不会同意 莱奥纳多是一名为了光明甘愿潜藏在黑暗中 让鲜血浸透身心的骑士 但主角做不到也不认动 这里可以选择与莱奥纳多进行单挑 结束他卑微而又伟大的生命 临死前莱奥纳多告诉主角 公爵正在与罗迪斯人密谋取代布兰塔 这比布兰塔更加看重权力的公爵 一旦统一了全岛 将会寻求罗迪斯的庇护 以求长久的统治权 而这种出卖灵魂的行为 也只有德尼姆才能阻止了 如今得到了诸多加尔加斯坦人的支持 加上瓦尔斯塔获知屠杀真相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 与公爵正面对抗 听从家族人的建议 我们准备从西方山道袭击莱姆 也就是双方谈判的地方 跨过维奥布里山来到莱姆 此处依然会有姐姐卡丘亚被带走的剧情 与L线以及N线相同 这里不再追溯 到了莱姆城之后的剧情 是C线最为出乎意料的反转 维斯真正效忠的对象 居然是摄政王布兰塔 在之前出使巴库莱姆时 他就已经背叛了公爵 与布兰塔商议 假装从众斡旋 利用公爵对权力的渴望 以及罗蒂斯人 希望增加傀儡的意图 促使双方密谈 之后派遣巴库莱姆精英 对双方来一个梦中捉鞭 一网打尽 如此维斯便能成为大公产出人头地 再也不用看公爵 以及德尼姆的脸色 此时公爵和塔尔塔罗斯二人 都被控制了起来 公爵还蒙在鼓里 以为是暗黑骑士派兵 要抓自己为人质 看到维斯出现之后大喜过望 以为是来接自己出去的旧兵 便迎上前去 谁曾想 维斯趁其不备掏出匕首 将公爵一刀毙命 随后维斯命令士兵将塔尔塔罗斯也拿下 只是这位暗黑骑士团总长 可并非等先之辈 两方正在周旋之际 突然听到外面喊声震天 原来是德尼姆从西方杀了过来 巴古拉姆人开始分出大部队 应对突如其来的正规军 而暗黑骑士奥兹马和奥兹 则借此机会迅速进场 控制住了其余的巴古拉姆人 刚才还一只气使得维斯 瞬间两腿发软 跪倒在地上求饶 塔尔塔罗斯对维斯 这毫无底线和信念 唯利是图的小丑行为 要是唾弃 但是念在对方也没有造成实质伤害 并且除掉了龙威公爵 与罗迪斯总体上不算坏事 因而没有将其当场处决 而是交给了巴古拉姆人处置 奥兹马汇报了普浪西被解放战线 从海姆救走的事情 于是总长命令军队迅速返回菲达克 处理军情 回到德尼姆这边 此时公爵和莱纳多已死 莱姆城的解放军 大多选择了投降德尼姆 公爵队伍中 本来就有很多人对屠杀非常不满 他们大多选择了留守阿尔摩里卡 以及莱姆城 那些愚中者们 则大多被我们在科里塔尼亚消灭殆尽 于是绕了一大圈 我们又一次地成为了 瓦尔斯塔解放军的领导者 这就和L线以及N线的发展 收束在了一起 同样的 我们来看泽诺比亚的骑士们 华伦米尔丁和吉尔达斯 都在防守战争活了下来 兰斯洛特却不知所踪 与N线的不同 使吉尔达斯 因为不需要保护主角的撤退而牺牲 也就没有遭受 北施术师玩弄的折磨了 接到前线消息 暗黑骑士团派遣了部队前往波德要塞 为了争取解放战线的支持 我们也率军前去支援 这里和N线也十分相似 击退奥兹以后进入要塞 发现解放战线已经几乎全军覆没 普朗西神父也被带走了 还好首领塞里耶依然存活 C线的塞里耶到此处会加入我军 而N线则会等到第四章才会加入 最后整备军队前往飞达克城 同样的在城门击败墨丘利率领的守军进城内 会和L线一样见到姐姐卡丘亚 同样的闪躲过卡丘亚的攻击 还记得N线里 亮纳多被卡丘亚匕首袭击 直接致死 可见卡丘亚念旧情并未使出全力 或者是主角多少对姐姐有些防备 与L线相同的是 塔尔塔罗斯将卡丘亚带走 而奥兹马姐弟殿后 在这里解决姐弟会进入一段C线特有的剧情 无处容身的维斯回到了摄政王布兰塔处 布兰塔知道事情败露 而暗黑骑士将维斯放回来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给他一个台阶下 这位奸华的死教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他下令将维斯绞死 如此便可将一切责任都推给他 是维斯自作主张地安排了这些闹剧 与自己无关 以此来修复巴库拉姆和罗迪斯人的关系 维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一番努力下来的结果 只是把自己送上了侥幸家 听着面前菲拉哈神父在行刑前的祷告 维斯早已经不会也不愿意思考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 他只会不停地哀嚎和求饶 这正是人死前的本能反应 但无论如何呼喊都无人应答 绝望的维斯最终喊出了一句 德尼姆救救我 之后就被无情的套索扭断了脖子 这便是C线维斯的结局 与恩线疯狂而叛逆的形象相比 C线的维斯其实算是十分有手段和谋略的 他的外交策略规划直击对手的弱点 而且本来已经除掉了公爵 眼看着就能实现自己阴谋的时候 终究还是被天克自己的德尼姆毁掉了一切 成王败寇 他被布兰塔像野狗一般处死 也是从开头就可以预见的 冲伤力量必被力量打败 善用权谋也必将被权谋反噬 维斯的命运到此为止 而接下来的第四章则再次并入一条线中 之后救出公主打败布兰塔 阻止多尔加罗亚的复活等等 内容都是相同的 我们对C线的讲述也就到此为止了 好的至此 除了一些角色支线以及DLC以外 可以说这就是整个皇家骑士团2的故事了 可能最后讨论N线和C线时 没玩过的朋友会有点晕 不过如果是一路跟下来其中一条线的话 故事可以说都是十分清晰的 凡事皆有因果 变化非常自然 系列中 二代作为同时在剧情和系统上达到巅峰的作品 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游戏制作者和玩家 国内最早推崇这部作品的玩家 也都是发掘出了本作不同寻常的气质 这种一切皆有因果 人人智商在现 故事推动的偶然之中又有必然 且有贯穿始终的价值观讨论的作品 让大家理解到 原来电子游戏也愿意探讨这些严肃的话题 并且能够借助游戏在叙事上的特点 把故事各个方面展现得更加全面 至于对剧情的全面评论 对人物形象的总结等等 就是再写6万字恐怕也是不够的 这里我也只是简评一下 游戏的L线或许承载了原本作者想表达的一些略显叛逆的东西 也是讨论手段和目的 结果正义以及经久不衰的电射难题等等 《命运之轮》强化了L线的剧情 因此这里我也选择了L线作为主要的线索进行叙述 L线的德尼姆 其理想案实际上丝毫不比其他线更弱 其决心和担当也只有更强 一定程度上信奉功利主义的主角 深知实现理想必然付出代价 他也践行了信条 即便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时 仍能擦亮双眼 实质不渝的追求 只是对一般人来说 这是做不到的 当手段不再正义的时候 一般人的结果恐怕也很难做到正义 这里的德尼姆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化身了 而C线的主角则深信卑鄙的手段无法带来真正的正义 他拒绝了效率带来的诱惑 坚持每一步的正义选择 直到最终的胜利 在恩贤中 德尼姆在大是大非面前坚信自己的信念 而在具体实践上则灵活的处理 认清了自己的敌人 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颇有一些实事求是的校园风 德尼姆的重要选择都是玩家做出的 因此玩家完全可以把自己所坚信的价值观也都带入其中 卡丘亚则是女性角色塑造上的一种突破 如果从德尼姆为中心的角度看 卡丘亚这名角色可以说并不讨喜 他很多时候任性且偏执 在德尼姆谋划统一大业时 却总纠结一些儿女之情 而如果大家从卡丘亚的视角来看 他再也不是从前游戏中那些只负责圣洁美丽 或者是纯真甚至蠢萌的标签化明星人物 而是一位感情复杂行为真实的角色 这本身即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在德尼姆的角度 他有亲人有朋友有战友有理想和现实给他选 但在卡丘亚的世界里 他只有弟弟可以依靠甚至依恋 而角色的成长和矛盾 也发生在卡丘亚意识到二人关系的不对等之后 利用自己真实身份站在风口浪尖 并期待以此唤醒弟弟对自己的注意和依靠的时候 最终这些牵绊和依恋的德与诗 也让卡丘亚开始抉择自己的命运 是永远的沉沦还是真正的觉醒呢 而维斯则是游戏剧本冲突的核心人物 他是不甘于做影子和二号人物的 无论主角如何选择 他都会走上我们的对立面 维斯只在L线中 因为珍惜人命的道路与解放战线不谋而合 成为了幕后的英雄人物 在主角身边成为了左膀右臂 常如孔明一般提出锦囊妙计 而松野的仁慈也就仅限L线了 在坚持屠杀的线路中 他要么极寒之心发作 颠狂而死 要么被真正的当权者安插了罪名 不明不白的吊死刑场 或许没有主角光环守护的人 在要不要把双手弄脏这些事上 还是谨慎考虑为妙 结局的处理中 好结局交代了瓦雷利亚今后千年的和平繁荣 说明这条线在此处应该会戛然而止了 本作的范围选择非常的讨巧 瓦雷利亚是一处相对独立的群岛 因此即便之后不再起战时 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如果本作有续作的话 瓦雷利亚应当不再成为焦点 隐藏结局反而没什么好说的 罗蒂斯成兵20万准备入侵 就是典型的开放结局 由于罗蒂斯的真实目的是圣剑布伦西尔德和混沌之门 因此托利斯坦是无法置身事外的 而坏结局中我们都知道 中世纪固若金汤的药材和城堡 屈服在了大炮之下 导致了更深的社会革命 枪杀主角的是瓦尔斯塔人 主角冲破了民族范里 竭尽全力登上王座 意气风发地准备改变世界之时 却最终被民族主义者枪杀 这是一种轮回 同时也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象征 本作有太多太多值得分析的人物和情节 三大民族枭雄人物的明争暗斗 地方豪详的生死抉择 暗黑骑士团内部的各怀鬼胎 永远滑象悲剧的莱奥纳多骑士 挟持大者兰斯洛特 人物在三条线中的命运沉浮 结局发展 体现了游戏在剧本上的功底 我们限于篇幅 时间以及能力 我就不再仔细讨论了 本期的游戏通鉴 《皇家骑士团2》的剧情详解 到此全部结束 上下的《皇旗64》和《两部外转》 说实话 在剧情的精彩程度和影响力上 都不及巅峰的二代 考虑到我手上的坑再逐渐变多 这之后 我可能会把《皇旗》暂时搁置 先做其他的游戏 今后为了完整性 可能会对《松野离开后》 《Quest》这三部游戏的剧情 进行简术性的补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 好的 时间真的有些太长了 我是Lonimus 今后还会制作更多经典游戏的回顾 与详解视频 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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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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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